江州 置身于国际舆论风暴中心的叶晨 在结束跟老凯恩的通话后 很快便收到了对方发来的信息 上面除了一串联系号码外 还编写了霍华德的名字 不过叶晨并没有急着 去联系那位新晋的国际金融巨头 一阵思索后 想到老凯恩那边暂未确定 跟不跟他抄底黄金的计划 以及那位新晋国际金融巨头霍华德 要找自己的事 再是给李长风去了一通电话 让对方先不急着出手 等自己的指令下达后再动 交代完这些过罢 没多久 天行猎头总裁郑行的电话也打了过来 说是已经将他点名要的那些人 进行了飞往江州 跟他叶晨进行会面的通知 并且言说 对方入夜后 就将陆续抵达江州 等待跟他叶晨会面 对此 叶晨则是让郑行进一步去告知对方 让对方先行在腾龙酒店进行下榻集合 晚上九点 他前往腾龙酒店会见 在结束跟郑行的电话后 叶晨也开始了 跟小家伙凌霄的亲子时间 直至入夜 在家中解决了晚餐后 他才慢条思理地 在唐宋的隋童中前往腾龙酒店 此时的腾龙酒店中 那些或在魔独烟精广深 或在海外纷纷赶回来的人员 至此还不知道 夜晨并不是要找他们单独见面 而是要跟他们集中见面 一个个都在腾龙酒店的客房中 琢磨接下来即将进行的会面夜晨 在各种或激动或紧张的情绪下 随着时间来到晚上八点半 他们所在的房门 一一被江州腾龙酒店的负责人敲开 并且将他们纷纷领上了 作为夜晨私人领地的酒店天台中 渐渐的 那些是为金融财富管理行业的精英 开始猛圈了 因为来的人越来越多了 这 什么情况这是 难不成这是要集中面试 可如果是这样的话 天行猎头的总裁正行 为什么不提前跟他们说 很快 一众精英也无暇再去感叹 那犹如人间仙境般的天台环境了 一个个纷纷紧皱起了眉头 无他 在来这之前 他们都是瞒着所在单位 甚至是瞒着身边所有人的 虽然天行猎头的正行 自始至终都没跟他们说过 这是面试 也没说过 夜董是要挖他们过来 为自己服务 只是说了 夜董点名想见他们一面 可这在那些精英们心里头 几乎已经肯定 夜董是想挖他们过来 为自己服务那意思了 最不计 也是找他们来进行面试 然而万万没想到的是 除了自己之外 竟然还有一群业界人士 也同时出现 这要是面试失败 而又被这群人中的某些人 给传出去的话 之后 又该如何面对所在单位 甚至是夜内风平 纵使有始至终 找他们过来的正行 都没说过这是面试 没说过是想挖角他们都好 但只要一传出去 他们固然也是百口莫辩的 随着出现的人越来越多 一众精英们 可谓是纷纷已经将 各自的担忧 写在了脸上 这也使得犹如 世外桃源般的 腾龙酒店天台中 气氛诡异到了极点 一个个纷纷都下意识地 各自避开脸 甚至是一些彼此相识的 也都心有灵犀的 装作不相识 若不是出于 即将要面试的人是夜晨 这种情况下 估计早就开车了 时间的流逝下 很快 九点到了 夜晨就跟掐着时间点似的 在唐松这一近身侍卫的陪同中 走出直达天台的电梯 让各位久等了哈 没有任何的架子 夜晨无比亲和地笑着喊了一声 刷刷刷 那十几位如今 在金融界虽称的上市精英 可目前依旧是岌岌无名的主 瞬间纷纷扭转过头 夜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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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夜晨的刹那 仿佛原先的顾忌 已经荡然无存 有的 只剩下说不出的躁动跟亢奋 嗯 鸣嘴微笑点头示意中 夜晨一边从天台中间走去 一边从口袋里 掏出一个遥控器按了起来 只见天台中间那块区域的地面 突然缓缓 向四周收缩 在那十几位精英的惊恶傻眼中 很快便空出了几十平方的坑来 紧接着 坑底下 一张一看就知造价不菲 或者可以说是 耗资巨大的顶级木制茶台 以及十几张茶椅 从地上缓缓升上 看得众人一时间 已是不知该如何去形容此刻的精震了 来 坐 坐下聊 夜晨一马当先地笑着走向茶台 随后 从茶台下方的抽屉里 拿出了一个茶罐 不知你们当中有没有懂茶的 这罐茶叶说是价值两百多万 不过我对茶道向来都是一窍不通 也品不出是好是坏 你们要是有懂茶的 帮我好好尝尝 落座道主位的夜晨笑说道 嗯 两百多万的茶叶 一行人先是被这个数字 惊得嘴角直抽 但转念想到 对方是夜晨 一下子也就释然了 别说是两百多万 就算是两千多万 乃至于两个亿 好像 好像也不足为奇 都别愣着了 坐呀 抬头看了看周遭 还是还傻愣着的一行人 夜晨人畜无害地再声道 好 好的夜董 众人适才后知后觉的 纷纷走过去落座 之后就是夜晨亲自为他们 欺茶倒茶的环节了 纵使夜晨的茶艺 对于这天价 茶叶可以说是极其不专业 可自始至终 都没人敢吭声说上半句 倒是一个赛一个 受宠若惊不已 同时也完全琢磨不出 夜晨找他们的真实意图了 要说是对他们进行面试 看着架势也不像啊 来 尝尝 一阵折腾过后 夜晨笑着竹衣将已经倒上 茶水的茶杯 推到了众人的各自面前 谢谢夜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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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起彼伏的谢声中 夜晨笑而不语的汗手回应 待到十几号人 纷纷端起茶水品尝一轮后 夜晨并没有围绕着 茶叶的话题去说 而是在对方放下茶杯后 逐个逐个地看着对方 一一说出了他们的名字来 马承安 康永文 赵启明 承竹 苏暖 江云峰 曾天林 潘海棠 于盛南 在十三次的眼神对视中 夜晨逐一说出了 对应的十三个人名来 最后 看着眼前在前世 为自己进行财富管理的 这十三人 夜晨一时间 思意如潮地百感交集 前世 这十三人 可是有着一个外号的 腾龙十三太宝 这称号虽然俗了点 但也反映出了 对方十三人 在夜晨身边的重要性 诸位 不知我有没有说错你们的名字 打住脑海中泛勇的回忆 夜晨保持着 那无比平易近人的笑容 殊不知这一行人 早已在受宠若惊中 彻底凌乱 如果是一两个 或者三四个人的话 夜晨能一口气 说出他们的名字来 倒也还说得过去 可十几人 无不都一一 在素未谋面的情况下 被夜晨一一叫出名字 这 这该说是夜晨的记忆力好 还是说夜晨对他们过于重视 没想到 夜董竟然会知道我的名字 这可真是莫大荣幸 一人率先硬做 继而其余人 也都开始纷纷附和起来 待到彼此的回应坐落后 夜晨是才微笑道 如果我连你们谁是谁都分不出 那你们觉得 你们今晚还会坐在这吗 话口未完 在对方众人的煞然错愕下 夜晨继续道 没错 我关注你们很久了 在找你们之前 甚至也已经对你们 进行了多番评估 所以 我才会让天行猎头的总裁郑行 去找你们过来 而之所以 让郑行在找你们的时候 不去阐明目的 就是为了让你们 不用有太多的心理包袱 这一点 我相信 你们应该是心里有数的 甚至是我相信 你们应该都知道 我找你们过来的来意 说到这 夜晨又是一笑 只不过 你们应该没想到 我跟你们会面的方式 不是私下单独 而是集体 是吧 内心被夜晨 一语洞穿的众人 略有尴尬 但这种尴尬 很快便随着有人开声应答 而被减缓了 夜董 为什么是我吗 这个问题问得好 如果我说 我相信 你们有那个成为业界大拿 甚至是成为业界传奇的潜力 你们信吗 夜晨这一回答 煞时间让一行人集体愣住 见状 夜晨端起自己的茶杯喝了一口 而后放过茶杯道 一人如雪的云熙岳 江湖火锅的余守成 沈瑶律师事务所的沈瑶 天行猎头的正行 等等等等这些 你们应该都知道吧 云熙岳在成为江湖火锅的总裁之前 他只是兰扣华国区的区域经理而已 江湖火锅的余守成 在成为副总裁之前 也不过是一家西洋餐饮公司的 无权傀儡总经理 如今享誉律政界的沈瑶 当初也是一个无人问津的 十八线小律师 郑行恩 当下大名鼎鼎的猎头界大拿 当初一样是一个在业界中 下游苦苦挣扎的人物 然而只要我想 我分分钟能将华国那些 声名赫赫的职业经理人给找来 只要我想 国内最顶级的律师团队及律所 还有那些顶级的猎头公司 都会争抢着来为我服务 来跟我合作 可无一例外 我都没找他们 原因很简单 那就是 相比起找那些已经成名的 或者是找那些 有着业界传奇之称的 我更想去打造传奇 更想让那些日后的大拿或传奇 从我手底下诞生 同样的 如果我想 坐在这儿的将会是国内 甚至是国际上的知名财富管理团队 金融规划团队 但是 回到我刚才说的 相比起一步到位 我更想亲手去让那些日后 会成为业界顶级的大咖 从我手底下诞生 不知我这么说 你们能理解吗 说到最后 叶晨笑看起了众人来 与此同时 怦然加速的心跳 也在这13位男男女女的胸膛中 呈现出剧烈起伏来 毫无疑问 叶晨说的这些话 让他们似乎意识到了 这并不是自己所想的集体面试 叶董 我能理解您的想法 但是还请恕我直言 金融规划财富管理 绝不同于您以上说的那些 职业经理人找错了 损失可以说相对有限 但是财富管理 跟金融规划这些领域中 一旦找错 是极有可能会造成重大损失的 一名三十来岁的男子 直视着叶晨的双眼 坦荡道 哪怕他知道 只要自己顺着叶晨的话去说 摆在自己眼前的 将会是一个大到无以形容的机遇 但他还是要将自己的内心 于此刻表达出来 所以 你是觉得 我找上你们 是不理智的行为 叶晨不置可否地道 叶董 暂且不去说理智不理智 我想说的是 不管怎么着都好 我是的 我仅代表我 不敢将在座的其他人 全都囊括进去 我跟那些业界大佬们 绝对是存在差距的 无论是能力还是经验 又或者是阅历上 绝对是还有着一定差距的 名叫成竹的男子 没有躲避叶晨的眼神 正素着说道 却见叶晨似是对此 并没有过多的神情波动 依旧一派 犹如春风拂面的淡淡笑意 朝向其他人道 你们呢 你们也是这么想的吗 在叶晨的这一座问下 没有沉默者 一一相继 表出了自己的内心想法来 正如成竹那般 在这个问题上 没有任何一人敢长自己志气 面对着这十几道言辞所各自不同 但意思却是如出一辙的回应 叶晨仍是毫无波澜 贪了贪首道 所以找你们过来 是个错误 对吗 这下 所有人都沉默了 虽然他们不敢长自己的志气 但并不代表 一定就得灭自己的威风 毕竟 这极有可能是千载难逢的机遇 是那些连他们目前 只能忘记相辈的大佬们 都会垂涎三尺的机遇 不出声 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 你们既不想失去这种机会 又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去胜任 是这个意思吗 对于眼前的集体沉默 叶晨并不意外 倒是悠悠的挑笑 问出了这么一句来 然而 沉默还在依旧 这十几位 至今都仍是 名不见经传的潜力黑马 表情复杂到了极点 无他 他们清楚 眼前的机会意味着的 将会是超出他们负荷的压力 更重要的是一点是 如果现在错过了这个机会 那么以后 有可能还能重获机会 但是 如果在能力暂且无法胜任的情况下 强行去胜任 若是后续露出能力不足的一面来 恐怕将不再会有这种机会了 甚至连职业生涯 都会遭到重击 以及深远的负面影响 此时此刻 这已然成了他们不得不去担心的问题 叶董 你就不怕咱们的能力 不足以肩负起如此重任 你就不担心 咱们让你造成巨大损失 沉寂最终 还是被那名叫成猪的精英给打破了 如果事实证明我看走了眼 如果你们 给我造成了巨大损失 那就将那些让我看走眼的家伙出局呗 当然了 如果是能力问题导致 造成的损失我认了 毕竟选择风险就意味着 有可能要付出潜在的代价 这点道理我还是懂的 但如果是能力之外的问题 导致我造成损失 比如不鬼之心 那就不仅仅是踢出局这么简单了 叶晨轻和笑道 此言再是让众人不由心头一颤 不仅仅是踢出局这么简单 他们知道 这代表着什么 代表着余生很大程度上 将会在无尽黑暗中度过 但这也仅是让他们心头一颤而已 马上便平息了叶晨的这一提前敲打 嗯 非要形容的话 深正的都不怕影子闲 他们对自己的为人操守 都还是有足够底气的 所以 思绪更多是集中了叶晨说的出局二字 一旦被叶晨踢出局 后续的职业生涯 怕是也难免会随之笼罩上 一重重难以消灭的阴影 捕捉着众人那不尽相同 却又似是如出一辙的神色反应 叶晨笑笑继续道 我知道你们在担心什么 的确 若是进入我的账下 皆是因为能力问题而被踢出局 这势必会对你们后续的职业生涯 带来莫大影响 所以 咱们相互之间 可以说是在赌 我赌你们 没有让我看走眼 我赌你们 能够在我提供的平台上 得以成长起来 叱咤风云 同样的 对你们来说 这也是再赌 赌赢了就是一步登天 赌输了 就是未来职业生涯 有可能陷入泥潭 叶董 为什么你要选择咱们 即使 你是想要亲手去打造业界传奇的诞生 都好 比咱们更好的选择 也都还是比比皆是的 再是一人开口验声道 这个问题就此打住吧 懒得再去就此多说的叶晨 抬起手来摇了摇头 接而道 现在 你们只管告诉我 这个机会 你们试要 还是不要 如果要的话 咱们就开始下个环节 如果不要的话 那就离开 我保证你们 今晚出现在这儿的事 不会传出去半句 因为若是有谁私自 将今晚的事进行传播 那就等于再给我上眼药 话罢 叶晨伸手将一旁 正盛开着的花 给摘下一朵 旋即掰下十三片花瓣 一字在茶台上排开 再是微微笑作 要么拿起花瓣 要么起身离开 呼 最先做出反应的是 那名叫苏暖的女子 只见她吐了口气 直接伸手 拿起了一片花瓣 叶董 我苏暖赌一把 很好 叶晨满意地 笑着点了点头 我成竹 跟了 牙关一有 再是一人道 既然是可遇不可求 那就搏了 加我一个 似乎没什么好考虑的了 但凡犹豫多一秒 就是对苍天垂青的不尊重 十三片花瓣 全都被拿了起来 有人起身 那也是起身 伸手去拿花瓣 到最后 都没有一人选择放弃这种机会 带到十三片花瓣 悉数被前世的 腾龙十三太宝 拿在手上后 叶晨欣慰的汉手笑了笑 行 既然没人选择离开 那咱们 就开始下一个环节 嗯 你们可以理解成 这是面试 终极面试 其实并不难 你们每个人 只需要各自回答 一个问题就够 如果答案 能让我满意 那你们将会成为 我麾下一员 如果答案 无法让我满意 那只能说抱歉 但是 为了不让你们白跑一趟 我可以给你们提供 去我旗下任何一个企业 包括将在国庆 当天挂牌成立的腾龙集团 进行面试的机会 对于叶晨提出的面试 众人并不感到意外 毕竟来之前 他们就已经想过了 只不过有异于 起初时的各种担心 在叶晨这番接连的话下 众人心中 也没有那么大的心理负担了 但也依旧是难免那种 前所未有的紧张 有问题吗 再次还扫众人一眼 叶晨轻笑道 无意外 全都摇头 好 那咱们现在就开始 端起茶杯 抿了一口茶水 再次放下杯子的叶晨 进入到了面试环节 13个人 13个问题 叶晨似是以随机的模式 随意抽取进行提问 没有马上公布答案 是否让自己满意的接连发问中 这也让那些 进行了回答的人员 陷入了无尽忐忑 待到13人 全都问了一遍后 时间已是过了凌晨 清凉叶峰的拂面中 每个人的脸上 都写满了紧张 在那13道 带着紧张的眼神迎视下 叶晨努努嘴笑了起来 没让我失望 今晚的你们证明了 我在现阶段并没有看走眼 回去好好准备一下 你们还有半年的时间 接下来这半年里 好好处理你们所在单位的事 并且从所在单位进行离职 哪怕我这是在挖脚 但我也不想 你们给老东家留下烂摊子 半年后 也就是10月1号国庆当天 落坐在江州新CBD时代之城的 腾龙级团顶楼将为你们准备 等着你们进行管理 级规划的将是数以千亿计的资产 等着你们进行管理 级规划的将是数以千亿计的资产 虽说知道会是这么回事 但是当叶晨将这句话说出之后 这一行13人 还是止不住的头皮发马 全身多产 同时 更为叶晨的如此疯狂之举 感到犹如天方夜谭吧 数以千亿计的资产财富 就这么交由他们进行管理规划 这 这要是传出去的话 怕不是全世界都得觉得 叶董这绝对是疯了 然而他们并不知道的是 叶晨之所以敢如此疯狂 那是有他自己这位众生者在兜底 在他的计划中 他更多是想亲手栽培前世的腾龙13太保 而不是一上来就全面放手 交与对方 有他在坐镇 有他来引导 想要让这13太保迅速成长起来 绝对不是难事 待到那一行13人 从腾龙酒店顶楼天台离去时 时间也即将来到凌晨1点了 直至对方悉数离开后 叶晨也才领着唐松从酒店离去 然而 车子没行驶多远 李源哥的电话便打了过来 没睡吧 叶晨刚一接通 那头的李源哥便是率先急促开口 莫 在外头现在 倒是你怎么也还没睡 叶晨轻喝道 你觉得 现在我还有睡觉的心思吗 李源哥苦涩道 老美那边必然会有后续动作在等着的 对方那场新闻发布会 绝不会是什么烟雾弹 无论对方手中有没有证据都好 既然他们敢把问题公然摆到台上 并且将矛头指指 腾龙半导体科技跟你 就意味着对方已经有了全盘计划 问题 是你没心思睡觉 就能让老美按住自己的爪子吗 叶晨打去笑道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在跟我开玩笑着独子呢 李源哥道 叶晨再是淡淡一笑 天塌不下来的 问题是你得让我知道你 准备打算怎么顶住 不让天塌下来才行啊 别说你打算 将一切问题都交给官方 来帮咱们解决 先不说 官方能不能帮咱们擦好屁股 就算能给咱们擦好 官方也都得付出惨重代价 所以这绝非什么上策 李源哥道 你只管知道天塌不下来就行 至于为什么他不下来 你犯不着过于去紧张操心 对外 你只管将一切问题 推到我身上就好 叶晨轻描淡写着 如似说着什么不足为道的事 说得容易 作为总裁跟董事 你要我把心放宽 我如何做得到啊 李源哥的话声中 净显无奈苦涩 殊不知叶晨文言顿时沉默起来 通话中也陷入了无声沉寂 似是知道自己的言语表达有些过了 也忽略彼此的身份所在了 李源哥 玄机带着歉意打破沉寂 抱歉 主要是我紧张过头了 一想到老美那种狂轰乱乍世的围剿制裁 我就有些坐不住 不仅是想到腾龙半导体科技 以及TL芯片所要面对的那些 还有你旗下其他企业 包括你自身要面对的那些 讲真 老美真要丧心病狂起来的话 怕是等着咱们的将是寸步难行 你大半夜给我打电话 该不会是特意是为了说这些吧 没去回应李源哥说的这些 叶晨轻声淡道 我 呼 李源哥吐了口气 这才进入正题 老童想跟你开个视频 不用 我直接过去腾龙半导体科技的研发基地 叶晨直言道 不曾想李源哥却又是听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吧 你说什么 无奈一探 叶晨重复一声 我去一趟腾龙半导体科技的研发基地 不是 疯了吗 这是 如此接骨眼 你这 就是如此接骨眼 才要镇定泰然 主打就是一个让所有人始料未及 叶晨道 灯下黑 李源哥正住 接耳紧促起眉头 出于对叶晨的了解 他清楚当叶晨把话说到这份上 那就代表绝对不是他能劝阻的了 你打算什么时候过来 明天 叶晨想也不想地当机立断道 随后再又补充一句 明天中午起飞出发 下午道 真的确定要进行如此行程 李源哥还是忍不住的 多问了这么一声 没什么不确定的 说句让你觉得狂妄的话 就这场有美丽间官方新闻发布会所引发的风波 也就你们当成一回事而已 在我这 没那么多可担心的 叶晨道 话罢 在李源哥预想应声之际 叶晨提前阻止了他 还有别的事没 没别的事 咱们明天见 行 明天见 见叶晨的态度所在 李源哥只好作罢 通话结束 防弹红旗里 驾驶座的唐松 看了一眼后视镜 叶董 明天中午入京吗 嗯 叶晨挤笑揉着太阳穴 应了一声 唐松欲言又止 一阵愁愁后还是道 叶董 虽然我只知道 很多事不该是我关心过问的 可我还是想多嘴问问 这次事件能平稳着陆吗 你认为呢 叶晨笑了笑 我只知道 无论事实如何 假如这次能够平稳着陆 这将是对老美帝国际威望 是一次重创 唐松无比肃然地震声道 所以 叶晨的笑容更甚 我相信华国的国运 唐松的眼神中 透出了无以形容的坚毅来 而你的横空出世 甚至在我看来 就是国运的一部分 所以 我相信 这次老美会碰上铁板的 既然你把话说到这份上 那我也想问你一句 你希望老美新闻发布会上 宣称的那些 是真的吗 你希望真如美利坚方面说的那般 从美利坚叛逃的同政 非但潜藏在华国 并且潜藏在腾龙半导体科技中吗 然而 叶晨这一问 直接将唐松给问住了 希望美利坚方面 说的是真的吗 毫无疑问 这是一个矛盾至极的问题 如果美利坚说的是真的 将意味着华国跟叶晨 面临许多危机 但话又说回来 如果美利坚说的是真的 那也将意味着 华国有机会迎来高尖端光刻技的自主化 从而一举彻底摆脱 过往那些年 被西方世界卡着脖子的处境遭遇 所以 这是危险与基于并存的一个话题 但唐松一阵思索后 目光还是坚定了下来 我是个俗人 科技跟国事内线 我认知有限 可就凭我作为一名华国人 作为一名无时无刻都希望华国 能够早日实现全面复兴 并且跻身世界之巅 从此摆脱西方世界各种卡脖子的华国人 我希望美利坚那边说的是真的 因为那样一来 将预示着 咱们华国有可能会实现 高尖端光刻技的自主化 但是这样一来 会让华国面临很多危机 不是吗 叶晨道 所以 回到我刚才给出的回答上 我相信华国的国运 在绝对的国运面前 危机危机到最后都会化危险为机遇的 唐松领声吭腔道 叶晨没在应答 目光看向窗外 口中无声嘻南 这应该是大部分国人的心声了吧 是的 我想应该是的 一日 在华国外交发言人的那番铿锵态度下 正当所有人都认为 美利坚必定会马上用行动 去说明一些情况时 出乎世人的意料 美利坚官方却是没了动静 而不同于没有进一步动静的美利坚官方 美利坚的各大权威媒体 在美利坚官方没有动作的同时 纷纷将同镇事件 以及华国外交发言人的态度 进行了头版头条的大幅报道 并且 是拱火味十足的报道 这也让不少人 嗅出了几分不寻常的味道 因为根据过往的经验来看 像这种情况 往往就是美利坚要开大招的前兆了 于此 没有对华国外交发言人说的那些话进行回应 这在无数人看来 无疑成了暴风雨前的宁静所在 在全世界都将目光聚焦于华国 以及叶晨身上时 在无论外网还是国内互联网 全都在疯狂讨论着同镇事件之际 是中午 叶晨无比高调地 在防弹红旗车队的护卫中 张扬现身江州机场登上了直飞燕京的腾龙一号 几个小时后 没有丝毫低调的意思 落地燕京首都机场 便以车队出行的方式 浩浩荡荡地驶往腾龙半导体科技的研发基地 由于备受瞩目的原因 还没等叶晨的车队 行至腾龙半导体科技研发基地 关于叶晨现身燕京 高调前往腾龙半导体研发基地的相关话题 以及相关照片 便已是满世界飞了 我操 老爷这是要干嘛 这种结果眼 嗯 什么情况 叶晨这是想以这种方式 去对全世界聚焦的铜镇事件做出回应 靠 看不懂了 铜镇究竟是不是真的在腾龙半导体科技的研发基地中啊 弱弱地分析几句 误喷 西方世界大张旗鼓地纷纷报道 铜镇极有可能前身腾龙半导体 叶晨这就高调张扬地 动身前往腾龙半导体科技的科研基地 这似乎只有两个可能性 一个是叶晨借此来表达压根不拿老美的通牒威胁当回事 一个是用这种方式来自郑清白毕竟在全世界都聚焦的情况下 若是铜镇珍藏在腾龙半导体科技的研发基地中 如此结果眼下肯定不会选择过去才对 那些说分析的 滚一边去吧 特么什么罗介 这算哪门子的自证清白 真要自证清白的话 就大大方方地去回应人美利坚官方了 我看叶晨就是想打此地无银三百两的主意 如果叶晨真的是收编了铜镇 那就真的是太狗了 铜镇毕竟是美籍 而且还是被美利坚早早就发出全球通缉的叛徒 这种背景下 他敢收编铜镇 那就是再坑华国 就是再给美帝递刀子 哎 若是最后真被证实铜镇前身华国 并且是前身腾龙半导体科技的话 那么无论美利坚发动什么 对华手段都不冤 甚至可以说是华国自找的 说叶晨收编铜镇是在坑华国的那些人 脑子有坑是吗 忘了腾龙半导体科技 是跟中科院挂钩合作搞研发的 若是铜镇正在腾龙半导体科技里面 那华国高层百分之百是知情的 并且还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所以 别一天天老说 人美利坚阴谋论 想想自己都干了些什么吧 已然不同于铜镇事件刚出来时那般 如今 不少暗戳戳引导舆论方向的言论 开始到处冒用 显而易见 水军反贼们开始发力了 连带着不少华国的媒体 也纷纷用上各种春秋笔法 来阴阳怪气铜镇事件 但对于这些 叶晨暂且仍是一概不知 不过不知归不知 事实上 他也早就意料到了 舆论的发展方向 腾龙半导体科技的研发基地 车队浩浩荡荡地驶了进去 在总裁及执行董事李源哥的迎接中 叶晨直接让唐松等人原地等着 随后跟李源哥 往研发中心的大楼走了进去 刚才等你过来时 我到网上看了一眼 你这番高调现身燕金 并且最终目的地极为明显的出行 已经在网上沸沸扬扬了 不出意外 那些媒体记者们 估计很快会跟嗅到血腥的鲨鱼般 想方设法 对你进行围追堵截式的采访了 李源哥一边带着叶晨走着一边道 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不现身说法 肯定是不适合的 而我又总不能亲自召开一场新闻发布会吧 那样一来 太给对方脸了 叶晨淡淡硬道 所以 你打算接受那些媒体记者的采访 李源哥错愕道 省得让你承受太多 叶晨道 你这 哎不是 万一有人趁这个机会搞什么袭击的话 你就不考虑后果 李源哥急了 晚点从这儿离开后 我会前往咱们在燕京的腾龙酒店 一旦那些媒体记者追到腾龙酒店 就得接受安检了 如此一来 再加上有唐松他们的贴身保护 我要是还能出意外的话 也就是命的事了 叶晨不以为然 我倒是觉得你没必要去搞这一出 既然不想回应 那就不用回应了 李源哥道 就像你说的 总不能什么都推给的官方 让他们来给我擦屁股 既然官方已经为我出面了 我多多少少 也得去做点什么配合一下才行 说着说着 一路急行的两人 也通过层层严密的通行验证 来到了研发大楼的中心区域 叶东 李总 叶东 李总 叶东 李总 随着叶晨一现身 研发中心的人员纷纷喊道 不过脸上或多或少 都因为外界的事 导致现出了一些担忧 虽然除了实验室之外 知道同镇存在的人 寥寥无几 可想到美利坚一贯以来的形式做派 仍是无比担心 腾龙半导体科技 将会迎来一定程度的黑暗 捕捉着那些担忧的脸色 即使知道 手下这些工作人员的担心所在 但叶晨还是没去 进行什么安抚解释 全城都是保持着 那悠然笑意 会进行点头挥手回应 很快 在李源哥的帅步下 两人进入了实验区的区域 再次于那一阵阵 此起彼伏的公喊声下 叶晨跟李源哥 走入了那间直通铜镇住处的电梯 随后出现在了铜镇于研发基地里头的家中 来了 喝一杯布 叶晨刚从电梯里走出 铜镇的声音立马传了过来 叶晨转头看去 屋内能够一眼看到电梯口的吧台处 正在冲泡咖啡的铜镇顿急笑问道 比起上次叶晨见到他时 又更加憔悴了 行 给我来一杯 纵是平时并不怎么喝咖啡 可此情此景下 叶晨还是笑道 也给我来一杯 一旁的李源哥跟上几笑复合 托 稍等 自个坐 铜镇点头硬坐 而叶晨跟李源哥也不客气 自行走到沙发那边落座下来 不多时 铜镇用托盘托着三杯咖啡走了过来 这么急着找我 怎么个情况 没去废话太多 抿了一口苦涩但回想指数超高的咖啡后 叶晨笑看起了面容憔悴 胡子拉叉的铜镇 你竟然还笑得出来 铜镇放下手中的咖啡杯 苦涩摇头道 怎么着 我一哭老美就将这事给翻篇不成吗 嗯 就算是那样 我也不哭 叶晨开起玩笑来 还记得我之前跟你说过 直觉告诉我 美丽坚很快就会找到我吗 这直觉真他妈准 一声中爆出次数数的过来的铜镇 难得的苦笑骂了一声 就不能是美丽坚那边在诈咱们 该说不说 他们要是手上有实质证据的话 就不会像现在这样 紧停留在嘴上了 叶晨不以为意 不 有没有实质证据 对他们而言 可以说重要 也可以说不重要 很好的例子 原来的华为那边 他们自始至终都没有任何实质证据 但事实不也是华为被他们要了半条命吗 同样的 到了你这儿 也一样 铜镇抿了名嘴道 是否会重走华为的路 说真的 我并不在乎 也无所谓 只要美丽坚的行动队 冲不进这里 带不走你 那么其他一切都是 无关痛痒的 叶晨煞有其事地说着 殊不知 铜镇却是摇起了头来 一旦美丽坚手中掌握到了实质证据 就算他们冲不进这里 就算他们带不走我 也会让华国在国际上 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这绝对不是愿意看到的 我想要的是 只是让华国的半导体水平追赶上去 只是让咱们华国 能拥有自主的高尖端光客机 而不是让华国因为我 而去背负过重的代价 听到这 叶晨脸上的笑容已经消失 所以 我已经将后续的研发工作 给出了具体方向 以及应对各种问题时的方案 并且也跟中科院那边的态斗们 进行了一轮又一轮的探讨及交接 为此 就算离开了我 咱们的研发工作 还是能够继续下去的 当然 要说如果离了我 丝毫不受影响 那肯定是不可能的 但是也不至于会导致后续的研发 陷入停滞不前中 顶多只是多号上一年半载而已 甚至用不着一年半载 同振道 所以 叶晨继续问着 所以 所以我打算离开 让官方将我送到境外的其他地方 如此一来 无论是官方也好 还是咱们腾龙半导体科技也罢 就都能大大方方的去面对老美 另外 就算离开了华国 只要有官方的掩护跟安排 我相信美利坚那边 也没那么容易找到我的 所以叶董你也不用担心我的安危 说到最后 同振挤出了几分笑容 就在叶晨准备开口的刹那 再是连忙补充一句 另外 等这场风波全面消散后 时机适合了 我再重新回来 也是可以的 是不是官方的某些人找过你了 叶晨沉声道 啊 同振一愣 接着连连摇头 没有 我说的这些都是我之前一早就已经想好的 若没有官方的人找过你 你至于这么急着 就找我说这些 就算你真是这么想的 按道理 也得等美利坚那边拿出实质证据来了 再去走这一步吧 叶晨道 同振一时间 眼角抖动不已 见状 进一步确定了 自己猜想的叶晨继续道 你就没想过 就算你离开了华国 美利坚该对华国跟我发动手段的话 也还是会继续发动手段 关于你回归华国的事 我相信 无论是美利坚的高层 还是其他国家都好 早就已经笃定你 就在华国的庇护中了 只是苦于找不到证据 以及如今的华国 也非昔日那个 任由他们蹂躏欺压四亿而为的 鸡瓶鸡弱之国 再加上华国跟美利坚的暗中博弈使然 所以 当初的同振事件 才会逐渐不被提及而已 然而 为什么过去那几年所谓的同振事件 在公众中销声匿迹 直到现在 才又被重新提及 说白了 无非就是7纳米的神星2 以及人工智能1 让老美坐不住了 他们怕我 怕腾龙这块招牌旗下的科技公司 会给他们带去更多更大的危险 也就是在如此这么一种背景下 他们才不得不再次将同振事件 再次拎出来而已 为此 他们的罪翁之意 完全不再久 纯粹只是找这么个机会 对华国发动新一轮的手段 对我以及 我旗下的企业 尤其是科技企业发起围剿 好让我举步维艰 难以有空间继续发展下去罢了 我甚至敢说一句 就算我打开腾龙半导体研发基地的大门 请他们过来调查 他们都不敢来 你信吗 画质尾断 叶晨的声音 也止不住地变得高亢起来 而在他的这些话下 无论是同振 还是李源哥 瞬间也都猛住了 叶晨继续道 不能够否认 当初美利坚 肯定是想 将你通缉逮回美利坚 甚至是让你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以免让你为华国的半导体事业 做出贡献的 但是 在这几年的华美博弈中 迟迟未能将你揪出 美利坚肯定也清楚 这几年时间 足以让你为华国半导体事业 注入了无以孤横的价值 这种情况下 你觉得 老美还会因为你的事 从而跟华国撕破脸吗 显然是不可能的 因为若是会的话 他们早就走那一步了 而不至于到今时今日 所以 一句话说到底 老童 美利坚当下的真正目的 并不是把你揪出来 接受他们的审判 因为他们清楚 华国绝不可能会把你交出去 他们只是 想用这一事件 来实现他们 在华美关系中的博弈 以及彻底把我这个隐患 给拍死 或者困死 基于我所说的这些 你自己好好想想 你有离开的必要吗 你的离开 又能改变得了什么 真能让老美翻篇吗 更何况 无论是高层还是我 都并不认为 老美已经掌握到 任何有关于你处身 腾龙半导体科技的 确凿证据 甚至是他们 连你前身在华国的 实质证据都不会有 在叶晨这一连串的话下 同振是一愣再愣 显然 叶晨此时说的这些 之前都不在他的琢磨范围内 几经微妙的神情 挣扎过后 叶董 不否认你说的在理 但事实是 如果老美手上 真掌握到我 潜藏于腾龙半导体科技中 跟中科院那边 联合科研的话 官方都会陷入 无比的被动中 甚至可以说 是在华美博弈关系中 前所未有的被动 同振道 殊不知 叶晨却是没再去接这个话茬 老童 回到刚才的那个问题 是不是官方的某些人 找到你身上来了 对方是谁 叶董 叶晨打住了同振 如果你相信我 那就先回答我这个问题 成吗 然而同振立马苦笑不已 叶董 真的 就算离了 我也不影响咱们后续的研发工作 一样不会影响到后面的成果诞生 这样还能让你 及旗下重企业 跟咱们华国官方 都不至于被老美抓住痛脚 去大作围剿的文章 我就一句话 如果这是紫禁最高层的最终决议所在 我服从 不服从 也得服从 但是 如果不是最高层的最终决议 哪怕我叶晨倾家荡产 也不会让你流落在外提心吊胆 因为只要离开华国 就意味着你有一定概率 会落入到美丽坚手中 这种情况我绝不允许 你可以说我意气用事 可以说我冲动不计后果 但这就是我的原则及底线 叶晨振振有词道 叶董 你这 何必呢呀 纵使心中感动 已经无以言喻 纵使暖流已经遍布体内的每一个角落 可童振还是万般无奈的苦笑道 只是叶晨对此 却不予理会 转头看向李源哥 你应该知道 是谁找的老童吧 算了吧 簇眉思索片刻 李源哥抿了抿唇道 知道老童在咱们这的人并不多 如果真查起来的话 你觉得我查不到吗 叶晨冷声道 老叶 行了 甭管是谁找的老童 既然你心意已决 那就依着你的想法来就好 至于其他的 那他翻篇得了 李源哥道 翻篇 你觉得翻得了篇吗 如果我不去找上对方 这是还得继续下去 还会继续有人 做老童的思想工作 叶晨赤声道 玄机画风一转在右说着 还是说 连你也认为 老童离开咱们这儿 离开华国 才会是最好的结果 我必须得承认 基于大局为重这四个字 这是最稳妥的方法 没有去回避自己的内心 迎着叶晨的直视 李源哥硬着头皮道 不曾想叶晨迎声立即怒喝 狗屁的大局为重 狗屁的最稳妥方法 真要扯上大局为重这四个字 那也不是你我来扯 最高层那边尚未有明确决议 你扯什么大局为重 另外 如果身份对调 如果老童顶着滑稽在 美利坚官方的帮助下 潜藏于美利坚某个 跟官方挂钩合作的研发基地里 你说美利坚官方 会在华国没有实质证据的施压下 就将他转移出美利坚之外吗 会被那些尚未具备实质证据的指控 就给吓破胆吗 被叶晨这么一痛斥 李源哥一时间也哑然起来 但最终还是开口道 你过于意气了 冷静点 我现在比任何时候都还要冷静 告诉我 是谁找的老童 叶晨领声道 你真要上钢上线 李源哥咬牙道 叶晨没说话 就这么盯着李源哥 片刻 李源哥终是扛不住了 不得不缓缓吐出一个名字来 万正元 万正元 院里的三把手 叶晨道 嗯 他老人家对接的是中科院 跟老童的视频通话 也是中科院一把手给安排的 李源哥道 好 我回头就找他去 叶晨呼吸急促地沉声道 叶董 为了我这事你大可不必 该说不说 跟上面的大人物闹一件 你这不是给自己自找麻烦的吗 同振连忙道 找麻烦 恐怕整个华国敢找我麻烦 能找我麻烦的大人物 没几个 一向都不会说这种意气话的叶晨 忍不住地应了这么一声 只让同振听得错愣不已 叶董你这 叶晨没有应答 倒是李源哥不由朝叶晨看了一眼 随后似是心有灵犀般地 领会了叶晨的意思 道 没错 的确没有几个大人物 敢找老叶的麻烦 嗯 他爷爷是林朝阳林老爷子 他父亲是林峰雪林部长 什么 同振文训瞬间从沙发上跳了起来 不是 我我这 我是不是听错了 林朝阳老爷子是叶董的爷爷 林峰雪部长是叶董的父亲 这叶董他不是 他不是孤 孤儿出身那几个字同振 没再往下说 但话意已经是足够明显了 是 老叶确实是孤儿出身 因为某些特殊原因导致 他跟林家失散流落到了江州孤儿院 直至三年前 双方才得以认清 不过我还想说的是 叶董现在的成就 跟林家无关 而且 当初他将你 带入腾龙半导体科技时 纳会的他跟林家 也还是两条平行线来着 还没有任何交集 李源哥解释道 至此 同振的大脑彻底空白 坐在他面前的 是前紫禁刺席的孙子 是当前从一平紫禁大员 林峰雪林部长的儿子 是超一流 ZZ世家林家的子嗣 这特么 是的 这一刻的同振 想爆粗的心都有了 嗯 也就是他不知道 叶辰身旁的李源哥 同样是出身 ZZ世家 并且还是李千红 李老爷子的孙女而已 要不然 就不只是想爆粗这么简单了 老头 你就好好地待在这 该干嘛干嘛 我还是那句话 哪怕倾家荡产 我都会保你安好 就是委屈你 暂时还得去身在基地里 头 暂时无法接触外界 不过再给我点时间 我向你保证 不用太久 就能让你在神州大地上 到处自由出入了 站起身来 轻轻拍了拍同振的肩膀 叶辰无比认真的说道 叶冬 你严重了 我从来都不觉得委屈 就算现在能在神州大地上 自由出入都好 我想我也不会离开 研发中心半步的 至少在咱们的 高尖端国产光刻机问世之前 我对所谓的什么自由自在 都不会有任何兴趣 同振意识无比真诚地 对视着叶辰道 辛苦了 百感交集中 叶辰挤笑重重地点了点头 待到得知叶辰的 真实家世背景后 在叶辰那一而再的 强硬态度下 同振果真没再去 坚持自己 先前出于固权大局 意图离开 腾龙半导体研发基地 离开华国的说法 又是一阵交流过后 叶辰这才动身 离开同振 这一私密性极强的住处 为什么 从研发大楼的核心区域 步行离开途中 叶辰默然地张嘴道 什么为什么 或许是李亏 所以李源哥 似乎有些底气不足地回应着 为什么不将万正元 找老童做思想工作的事情 对我进行告知 叶辰道 怕你会意气用事 李源哥道 话了连声再是补充道 不过我得声明一点 李家有始至终都 没有介入到老童的事情当中 甚至就连找我过问都不曾有过 如果我不是来这一趟 如果不是我从老童嘴里听出 已经有人给他做过思想工作 你是不是就打算 将万正元 找他做思想工作的事 一直瞒下去 语气中的清冷 虽然平缓了几分 可叶辰仍是带着一丝孕意 还是那句话 我怕你意气用事 无论如何 你都不能去否认 眼下这种接骨眼 让老童暂时离开 才是做好的做法 有官方兜着保驾护航 他在外头一样 能得到周全的 等事件再次平息下来后 他一样可以重返 还有 你别拿老美那边来做对比 因为现实情况 是面对同样的问题时 老美那边 比咱们具备更多的应对条件 跟资本 李源哥道 那是以前 叶辰冷声一刺 就这次 美丽坚是龙的趴着 是虎的握着 我说的 哪怕赌上所有 我都不让同镇背井离乡 拘避所谓的风头 唉 虽是早就知道 会是这么个结果 但李源哥仍是 止不住地暗自哀叹 你真要把媒体记者 引到腾龙酒店 走出研发大楼 朝着车队走去的途中 李源哥不由道 还有更好的选择吗 叶辰轻飘飘地 应上一句 那我跟你一起 李源哥不假思索 想想 叶辰还是没去 对此做出回绝 不多时 浩浩荡荡的车队 驶出腾龙 半导体科技的研发基地 李源哥 没有跟叶辰同一辆车 而是驾驶着 自己那辆大路虎 穿插在车队中间 一路朝着燕京的 正如李源哥所想 很快 当车队驶出腾龙 半导体研发基地的 必经路口时 多辆早已在那边 等候多时的各式汽车 纷纷紧随追去 叶董 后面有不少车 在跟着咱们 有的还从车窗 或天窗上 看出身来对着 咱们的车队拍照 看驾驶是记者 车队中间 开车的唐松 看了几眼后视镜后 开口道 嗯 意料之中 我高调 现身燕京的事 怕是早就已经传开 由此引来 记者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而且 这也是我的友谊 而为之 将他们引到腾龙酒店 然后再趁势表一下态 叶晨道 要是这样的话 那安保问题 怎么处理 同贞顿急 不由紧张道 没事 我已经交代下去了 九州安保的在京人员 已经奔赴腾龙酒店了 由他们来 对那些追踪而来的记者 发起安检 届时在有你 在我身边 安全问题不用担心 叶晨道 听到叶晨 已经发动九州安保的在京人员 唐松那紧绷着的心也松弛了几分 现如今的九州安保 说句不夸张的 几乎所有作战人员 都具备了不输于特种兵的实力 起初时 他唐松一挑好几个不成问题 现在 一对四就已经很吃力了 而这些 也离不开他跟诸武宋宇 这几个前子敬保镖的功劳 过去闲暇无事时 都会轮流去坐落于江州 北山村后方的九州安保特训基地中 指点那些退役军人 堪称魔鬼训练中的魔鬼训练 在经过一轮又一轮的锤炼后 该是不说 超过七成的人员 已经有了紫禁保镖的七成水准 如此队伍在暗中保驾护航 再配合他们这些近身侍卫 安全问题 无疑是具备最大程度上的保障了 随着唐松在点头之余不再声言 正当叶晨准备开口 让他放点轻音乐时 电话突然响起 老爷子 喂 老爷子 叶晨连忙接通笑喊一声 看来 你小子现在很轻松 没背负什么压力啊 那头的老爷子林朝阳无比慈爱地笑说道 兵来将党水来土掩 再加上有官方给我兜底撑腰 我还能有什么压力 叶晨云淡风轻地喝笑着 不过那头的老爷子显然不想 就这些事在电话里说太多 哈哈 你小子的心理素质 倒是真没让爷爷失望啊 行 那什么 既然入京了 那就回家陪我这个老头子吃顿晚饭 如何 老爷子 恐怕陪您吃晚饭够呛了 我刚从腾龙半导体的研发基地离开 现在可是被一大群媒体记者紧追不放呢 我打算将他们引到腾龙酒店 然后再趁势针对当前事件对外表个态 叶晨善善道 这样啊 林朝阳稍顿了下 安保有保障吗 嗯 这您老放心 我已经提前交代下去了 等处理完这边的事后 我再看会不会去 叶晨道 也行 那你追着点 没去对叶晨进行什么说教 林朝阳倾笑应声 叶晨话题一转 对了老爷子 本来我也准备找您说个事的 既然您老把电话打过来了 那我也顺便跟您张嘴得了 哦 怎么 林朝阳道 院里的三把手是万证元吧 我想跟他见一面 您看方不方便帮我安排一下 叶晨道 万证元 你找他干什么 老爷子错愕道 没 就跟他聊聊 行 回头安排妥当后 我再给你打电话 也不知是不是出于对叶晨的了解所在 林朝阳并没进行追问 力所地印了下来 在叶晨那大烈的言谢 以及林朝阳的笑骂声中 爷孙俩没再往下多说 挂断电话后的叶晨 也没了听音乐的心思 靠着座椅闭目仰神起来 车队后方 那些媒体记者的车辆 仍在紧紧相随 一路浩浩荡荡地 朝着腾龙酒店的方向 急驰而去 坐落于燕京朝阳的腾龙酒店中 此时 九州安保的在京人员 已经联合酒店方面 做足安保方面的准备 带到叶晨的车队驶入后 安保人员立即将后方 一众媒体记者的车辆 给拦了下来 为什么拦下咱们 是你们腾龙酒店 不对外开放了吗 车窗降下 首当其冲的车辆里 一名记者着急万分地喊问道 如果不能及时赶过去 被叶晨发起采访 怕是连见叶晨一面的机会 都不会有了 想到顿了这么老半天 眼看机会 来了却被拦下 可想情绪多少 有些不好控制了 好在九州安保的人员 并未跟对方多做计较 知道你们是记者 知道你们想采访叶董 但为了叶董的人身安全 咱们需要在你们对叶董 进行采访前进行相关安检 为首的九州安保人员道 意思是 叶董会等咱们过去 对他开展采访 那名记者的情绪瞬间消散 可以这么理解 一声硬霸 那名九州安保人员 回头看了一眼 在看到叶晨 已经抵达酒店大门 并且迈步进入后 这才给拦下的车辆 做出放行 而后将一众挺好车的 媒体记者们 引向酒店大门口 进行一系列的安检 确认对方身上 没有携带管制器械 跟危险物品了 才在严加看管中 把诸多媒体记者 带往酒店大堂的偏听 已是在等着的叶晨一 看到众多记者 顿时蜂拥而来 也没摆出多余的架子 直接朝对方走了过去 话说你们的毅力 还真是可歌可泣啊 一路蹲手一路追随 如果今天没让你们 如愿采访到的话 你们是不是也不打算罢休 叶晨挂着略显冷峻的面容 故作出一副不满的口吻来 感谢叶董在百忙中 给咱们这个机会 一名善于表面功夫的资深记者 连忙高声道 与此同时 在九州安保人员 跟叶晨一众出行 互卫组成的安保圈中 诸多记者也纷纷扑了过去 时间有限 抓紧问吧 没趣对那声感谢叶晨 在白忙中给机会做出回应 叶晨默然淡倒 然而 有了叶晨的这一发话 众记者立马争先恐后的 架起长枪短炮急忙发问 叶董 您刚才去腾龙半导体科技的研发基地 是干嘛去的 叶董 您对美利坚官方指控 腾龙半导体科技 收留了被美利坚发出 红色通缉令同振 是怎么个看法 叶董 同振真的是在你们 腾龙半导体科技中 搞光科技研发吗 叶董 针对于外交那边的强硬表态 你有没有什么想说的 叶董 美利坚方面 有没有跟您的腾龙半导体科技 进行过沟通 叶董 如果真如美利坚方面 所指控的那样 您会将同振交出去吗 叶董 众所周知 腾龙半导体科技有跟中科院进行挂钩合作 您担心同振事件会牵连到咱们官方吗 叶董 叶董 也顾不得叶臣是否能够在杂乱中 听清每一条提问 似是生怕自己没有提问的机会般 众记者纷纷七嘴八舌的 争先恐后着 其中不乏许多尖锐的挖坑式回答 与此不难看出这些 这些记者里头 着实有不少是憋着一肚子坏水的 不过 这也是不难理解的 毕竟叶臣旗下的腾龙新闻 如今已是成了业界公敌 腾龙新闻 更是给新闻媒体界带去了各种各样 堪称全面的冲击 如此背景下 对于腾龙新闻的金主大boss 各大媒体难免早就已经咬牙切齿 很简单的道理 如果没有叶臣的发话 如果不是叶臣的态度所在 腾龙新闻敢成为业界公敌吗 腾龙新闻 又敢去把业界的更大新闻媒体 架到火加上烤吗 基于这种种原因 那些记者们的使坏心思 无疑也就不难理解了 一片嘈杂过后 叶臣淡淡一笑 问完了吗 没问完的继续问 我一次性回答所有问题 回答完之后 采访就立即结束 不再进行二次回答 一次性回答 就刚才那些多的提问 你确定你都听进去了 可以想到叶臣素来说一不二的形式作派 一些没来得及提问 或者是感觉问得不够的记者 顿时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再一次纷纷争先作问 直至提问声彻底消停后 叶臣才缓缓开口 看来群众当中是真的有坏人啊 就你们刚才那一连串的提问中 不少问题都揣着主观恶意 或是憋着一肚子的坏水啊 在叶臣的冷笑声中 不少记者心头猛然咯噔 而叶臣的话声 也在这一间隙里继续响起 不过没事 甭管你们是带着善意也好 还是带着恶意也罢 既然我给你们提问的机会 那就肯定不会去回避 我知道现在社会各界 包括海内外都在关注着这次的事件 尤其是咱们国内的网络上 更是全民都在聚焦着此事 为此 在美利坚方面的指控 是否未识这个问题上 说真的 我的回应似乎并不重要 因为摆在眼前很明显的是 如果我说 童真并不在腾龙半导体科技 美利坚官方会信吗 所以 问题的根本并不在于 我如何去面对美利坚官方 而是在于 美利坚官方能不能掏出 可以佐证他们指控内容的证据来 如果美利坚官方能够证明 他们并非子虚无有的 给我扣上莫须有的罪名 只要他们拿得出确凿证据 那么好 我绝对全权去配合他们 哪怕他们 想进入腾龙半导体科技的研发基地中 进行地毯式搜查 我也不会说半个不字 倘若他们觉得 让他们掏出确凿证据 有点难为他们 那么也没事 只要他们想搜 就算没有证据 我也可以敞开腾龙半导体科技的大门 让他们来搜 但凡他们能够 搜出任何与同镇有关的痕迹 我夜诚跟腾龙半导体科技 都愿意去接受美利坚官方 所指控的罪名 以及愿意承担所有相应的后果 听到这 一众记者 瞬间大脑荡机地狂瞪起双眼来 这 这说的什么 就算美利坚空口无凭都好 只要对方想搜 也可以敞开大门 让他们来搜 然而 默等他们缓过来 夜诚冷声一笑 话声一转 但是但是 我希望在日后华国 对美利坚企业做出指控时 美利坚官方也能配合华国官方 提供对等的友好协助 话而言之 假如华国对美企做出任何指控 华国官方随时都能发起 进驻调查 如果美利坚能够承诺保证 并且跟华国官方签订相关协议 那么哪怕他们拿不出任何证据都好 我腾龙半导体科技 接受一切调查 而且 我还把话放在这 就如我先前所说 只要美利坚官方能找出同镇 在腾龙半导体科技研发基地中的 任何蛛丝马迹 我叶辰及腾龙半导体科技 愿意为之承担一切后果 质地有生的高亢中 叶辰微微一顿 至于说 你们当中有人刚才问到 我对华国外交 针对此事件的强硬态度 有何看法 我想说 脑子都有多大的坑 才能问出这种白痴白痴问题来 哪个企业会不希望 能够获得官方的支持力挺 哪家企业会排斥官方的强力撑腰 所以这种问题 有问的必要吗 不过 既然有人白痴到连这种问题 都拿来问 那我也就不妨 去对这些白痴问题进行回应 那就是我很感激 也很感谢 更多是感恩官方 对我的支持力挺 这让我为我自己身为一名华国人 为我自己生在红旗下 长在春风里 而感到万分骄傲自豪与庆幸 嗯 由此我只想说上一句 此生不悔入华夏 来世还在众花家 回到你们刚才的提问 我似乎听到有人问我去 腾龙半导体科技的研发基地 干嘛是吧 我作为腾龙半导体科技的董事长 我去一趟腾龙半导体科技的研发基地 不是很正常 也很应该吗 这又有什么问题 难不成就因为美利坚对我发出 窝藏美籍通缉犯的指控 我就不能踏足我赤巨子打造的研发基地了 叶晨讥讽嘲弄地笑了起来 其实有关同振的问题 说白了 其实很简单 只要美利坚能够拿出证据 去说明他们的指控是事实所在 那么就按照一切相关的程序来走 如果没有证据 那就像我刚才说的那般 只要他们能够接受对等协议 我随时欢迎他们登门 如果想象之前对付华为那般 以莫须有的罪名扣帽子来对付 只能是想办法去水来土掩兵来降党了 毕竟我总不能左右到 他们想去制裁我的意志 不是吗 说完这些 叶晨瘫了瘫手 好了 该说的不该说的 统统都说了 今天就到此为止 散了吧 说着 叶晨就要扭伸走 叶董 你还没正面回答至关重要的一个问题 那就是 同振究竟在不在腾龙半导体科技 你们腾龙半导体科技有没有 对同振进行了收留 一位记者急声大喊 刚一扭伸准备走的叶晨 疏然顿住 缓缓回过身 不知为何 这一刹那间 一众记者全都没来由地在叶晨 那骤然释放出来的气场中 紧平起了呼吸来 我刚才的回答 还不够 对吗 直视着那名记者 叶晨领声道 我我 在叶晨的眼神下 那名记者一时间说不出话来 只无了几声后 还是硬着头皮道 我相信所有人都希望能够 从你口中听到一个明确的回答 是不是我 只要回应腾龙半导体科技 自始至终都跟同政 没有任何交集关联 美利坚官方 就会收回他们的指控 并且向我道歉 叶晨问道 这那名记者哑然 如果不是 我为什么要去回答你这个问题 如果这次我去回应了 那么从今往后 无论是美利坚 还是其他国家都好 只要他们对我做出指控 就算对方空口无凭没有证据 我都要去向全世界正面回应 见不见 冷冷吃笑一声 叶晨不再予以 任何搭理的转身 往电梯方向走了起来 以唐松为首的几名安保护卫立马 紧随而去 由始至终都 没有张嘴开过声 像急了透明人的李源哥 也连忙跟上去 后方 各路记者 就这么正正地看着叶晨离去 但很快在回过神后 便匆匆转身 往外坐鸟收散 虽说叶晨今天的这番回应 远没有他们想象中的那么重磅 甚至不少问题 还选择了 以那种避重就轻的方式去 进行回应 可在叶晨主动提出 可以敞开大门 让美利坚上门调查的这一点上 无疑还是能让他们 大做文章的 再加上 就叶晨说的这一系列 潜在着不少 能让他们以春秋笔法 来进行断章取义的空间 想到这一点 那些媒体记者 已是迫不及待地想着 去收割投查流量了 电梯里 看着叶晨在电梯中 被倒映出来的镜像 李源哥不由正声道 你这出以进为退 属实让我有点意外 就叶晨刚才所表现出来的 讲真 若不是他清楚真实情况所在 他都得认为 同证肯定不是 在腾龙半导体科技 肯定的坚定美利坚 这是在扣墨须有的罪名帽子了 没得选择 不是吗 叶晨无奈摇了摇头 国内的新闻界 因为腾龙新闻的原因 现在可不惯着你了 有着点他们 唯恐天下不乱的拱火 给你进行断章取义 李源哥想了想到 我就等着他们来这一出 然后再给沈瑶那边指派点任务 早就想收拾一下 国内那些歪屁股的不良媒体 这次就看哪家顶枪口 叶晨冷声道 就在李源哥想要开口接查时 叶晨转移话提道 刚才在路上 老爷子给我打了个电话 我顺便让他帮我安排一下 跟万正云见面的事 你要掺和吗 呃 你来真的 真要去跟院里的三把手上钢上线 李源哥急声道 同证这件事 没这么快就过去的 如果不去表下台 不去做点什么 那边还得没完美了 别忘了 朝中那些怕事的软蛋 素来都是不少的 叶晨道 虽然不太赞成叶晨的想法 可李源哥 稍作沉思后还是只能道 倒是注意这点分寸 万正云再怎么说 都是院里的三把手 说实话 如果不是林家子四 这重身份的使然 叶晨绝对不敢 去找院里的三把手找说法 毕竟没有林家的身份光环 他说白了就是一个 纯粹到不能再纯粹的商人 也许在同证的问题上 他有多种解决方法 可不管有再多的解决方法都好 院里三把手不 别说是院里的三把手 再往下挤把手 也绝不是他能去他敢去钢的 不过现在有了林家子四的身份在 因为林家子四的身份 让他在紫禁朝堂中 具备了一定分量 甚至连老总都出于青睐 欣赏几次召见过他 紫禁智囊团的第一国事 更是将他视为接班人 基于这种种 再说句不太夸张的 院里三把手的身份级别 即是摆在那 但对他而言 他背后的资本 足以让他不去 将对方当成一回事了 为此 叶晨并没有去理会 李源哥的那声悠着来 走出电梯的那刻 玩味道 怎么 你是打算在这儿跟我待下去吗 被叶晨如是一说 李源哥这才后知后觉的反应过来 煞时间多少有些尴尬了 好在这位天之娇女 马上便有了化解之道 都说 你在燕京魔都江州广深等 多家城市的腾龙酒店顶楼天台 进行了世外桃源般的设计打造 并且将其作为自己的私人领地 难得有机会 跟你一块进入腾龙酒店 你就不打算带我好好参观参观 你确定你有参观的心思 叶晨不置可否地打去一声道 怎么就没心思了 那些摊子连你都不急 我又还有什么可急的 再说 就算我再急 那也是甘着急 在根本无法左右 你的决定想法这种背景下 如何解决那些问题 显然已经是超出我能力范畴的了 李源哥道 行 那就随便参观 叶晨摇头给出了一道灿烂笑容 而老爷子林朝阳的电话 也恰在这时打了过来 叶晨随手接通道 喂 老爷子 小陈啊 万证元那边已经给你约好了 我让他晚上八点到咱们林家四合院来 林朝阳的话声传来 在林家四合院 不是 他知道我的家事了 叶晨正声道 如果说万证元知道自己的家事所在 而在上尉跟自己进行沟通的情况下 私自给童振做思想工作 那就属实有点说不过去了 他应该还不知道 但也是时候知道了 林朝阳道 是时候知道了 叶晨再次一愣 想必你是因为童振事件的风波 才想着要跟他见面 对吧 如果你的身份不被他所知 你觉得你能有多少话语权 他毕竟是院里的三把手 你觉得 仅凭你的商人身份 能在院里三把手的面前 会有多大分量 林朝阳无比睿智地轻笑道 随后不等叶晨应声 行了 晚饭你回不回来都没事 八点前回到家就行了 可别让对方等你 对方再怎么说 都是院里的三把手 嗯 明白 叶晨这边刚挂断电话 李源哥便就凑了过来 怎么着 老爷子约了万正元八点 来林家四合院 让我八点前赶回去 叶晨道 在你们林家四合院 李源哥若有所思地笑了笑 看来我也不用担心 你过于意气用事 不顾分寸了 你要过去吗 想起李源哥 先前还会回答自己问的那声 你要掺和吗 叶晨再问一遍 去见见吧 万正元跟咱们老李家 关系不错的 李源哥点头道 话罢不带叶晨接茶 连声再说 现在距离八点 没多少时间了 简单去吃个饭 再回你们林家四合院吧 不参观了 叶晨故作严余地笑了笑 感受一下 知道是这么回事就行了 滴水不漏地 硬上这么一句 李源哥迈步往 电梯方向走了起来 在叶晨跟李源哥 秉着就近原则于 腾龙酒店的西餐厅 解决晚餐的同时 有关叶晨的采访内容 也纷纷被各大媒体 进行了争先报道 如李源哥所料 将春秋笔法 运用到炉火纯青的 各种掐头去尾断章取义中 叶晨再一次 置身在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上 与之相对的 经叶晨口中说出的对等协议 更是迅速蔓延至全球互联网 在那些唯恐天下不乱的 推波助澜中 渐渐也被一些 别有用心之人 用掐头去尾的方式 带起了一波又一波的节奏来 就好比官方外交发言人那边 已经明明做出了力挺支持的态度 叶晨这边却公然表出 愿意接受美利坚方面的上门调查 如此行为 纯属被刺官方 纯属辜负了官方的软淡行为 等等等等 一时间 接连多条跟叶晨这出采访相关的话题 相继冲上了热搜 晚上七点刚过 从腾龙酒店 赶往邻家四合院的途中 叶晨相继接到了张景山 李长峰 赵纪伟 王绍聪等人的来电过问 无一例外 都是围绕着叶晨对记者说的那些 紧随其后的是律师沈尤 沈大律师一打眼就知道 百分之百是那些媒体 试图以春秋笔法 进行断章取义的引导舆论风向 电话中直接就问叶晨 要不要搜集材料 对那些媒体发起起诉 对此 叶晨当即表出了自己的态度来 起诉绝对是要起诉的 并且还是起诉到底的那种 但起诉的时机不是现在 而是等这场风波开始平息时 看 我就说那些媒体记者 肯定不会放过给你添乱的机会的 没开自己那辆大路虎 选择跟叶晨一并同行于 防弹汽车中的李源哥 带到叶晨挂断闪摇的电话后 无奈地苦笑起来 趁这个计划 好好收拾一下那些媒体 给他们点颜色瞧瞧 本就是我的目的所在 这一次 要是能够狠狠收拾他们一顿 后续他们的公信力跟权威性 就得进一步大打折扣了 叶晨云淡风轻地摇头硬说着 说起来 国内的媒体界还真是烂透了 这种情况下 不为咱们发声倒也罢了 还各种带节奏 唯恐天下不乱地给咱们添乱 甚至可以说是上升到了 给官方添乱 放眼全世界 也算是够奇葩的了 李源哥不禁哀叹着感慨道 所以就我说的 国内的新闻媒体 已经成了必须要去进行 肃清整顿的祸患了 叶晨如动着喉咙 神色鲜有地肃然道 说话间 由唐松驾驶的防弹汽车 也驶入了四九城 来到了林家四合院外 林老 不知究竟是何方神圣 才能让您老亲自 把我邀约到您这儿来呢 四合院的偏厅中 一名五十多岁的中年人 坐姿文雅地 落坐在单人沙发上 脸上自始至终 都挂着敬意与淡淡笑容 虽说自己去年 晋升为院里的三把手 但清楚 这也是自己试图 终点所在的万证元心里头知道 自己在林朝阳林老 这位曾经的紫禁刺席 院里一把手面前 完全不够看的 依旧保有着庞大到 足以让他喘不过气的能量 所以此时的笑容 更多是带着陪笑的意思在里头 待会你就知道了 林朝阳微微一笑 拿起自己的茶杯 拧开喝了一口 而后才又笑着补充一句 不过先给你一点提示 是位年轻人 刷 万证元脸色一变 年轻人 能让林朝阳亲自出面 把他万证元 给约到林家四合院中的年轻人 这 放眼若大神舟 能有哪个年轻人购格 墨帝 一个名字从万证元脑海中乍现 叶辰 可是下一秒 万证元便觉得这多少有些说不过去了 纵使叶辰再逆天都好 跟林家的关系 再不简单也罢 按理来说 无论从哪个方面出发 都不至于能找来林朝阳亲自出面才对 再说了 叶辰又有什么理由找自己 与此同时 叶辰也跟李元哥走入了林家四合院 辰哥 几名正打算出门的林家小辈 一看到叶辰 立即欣喜激动地 快步上前迎去 不叫我 一旁的李元哥 见到自己被忽视 当即故作不满 可 元哥姐 下意识地看了眼周遭 确定没有林夕的身影后 几名林家小辈 适才善善喊道 怎么着 跟我打声招呼 还怕被林夕听到不成 他还真就小心眼到 连你们给我打招呼 他都接受不了的程度了 李元哥玩味道 元哥姐你这话 要是让西姐听到 你俩估计又得降起来了 你跟西姐都认识三十几年了 他至于会像你说的那样吗 林家小辈忙不迭道 就是因为我跟他认识三十几年了 所以我才知道他看我不顺眼 正好 我也看他不太顺眼 李元哥煞有其事地说着 此言一出 一下子把几名林家小辈 给整不会了 一名林家小辈 只好赶忙转移话题 看向叶辰道 诚哥 刚才院里的三把手 万正元万老来了 现在跟老爷子在偏听呢 你是奔着他来的吧 嗯 他来了 叶辰下意识地抬手 看了看万表时间 嗯 来了呀 来一会了呢 那啥 那咱们先就不耽误 你时间了 碍于李元哥 老拿灵溪来做文章的原因 几名小辈 也顾不得讨好叶辰了 在叶辰的微笑点头应声下 赶忙走人离开 不是 你扯那些干什么 你看都把他们几个整尴尬了 叶辰美好气地 冲着李元哥称道 灵溪遇上我李家小辈时 就喜欢整这一出 我这是来而不往非理也 李元哥一本正经道 叶辰 这特么多哪根哪 一个是国企老总 一个是腾龙半导体科技 跟TL芯片 以及腾龙人工智能的执行董事 就整得跟小孩子过家家似的 不过他也懒得理会了 大步朝着偏听走去 很快 偏听力 所以冒蝶之年 但听力依旧无比之好的林朝阳 在听到外头响起的脚步声 当即朝着万正元喝笑道 来了 后者立马转头看去 只见叶辰跟李元哥前后脚走了进来 刹那间 万正元的表情猛然将置住 这还真是叶辰 那家伙 还真的能让林朝阳 林老亲自为他出面 把自己约到这儿来 可让他怀疑 人生的还在后头 林老 万伯伯 紧着李元哥率先笑着 跟林朝阳老爷子 急自己打了声招呼后 叶辰竟是来到林朝阳身前 张嘴笑喊道 老爷子 听到叶辰喊出的那声老爷子 万正元顿急大脑荡机 然而更刺激的还在后头 林朝阳满脸慈爱的朗笑道 哈哈 来 你要见的人 爷爷可是帮你找过来了 这时的万正元彻底绷不住了 林老 他跟您是 小陈是我孙儿 不是任的 是亲的 他是风雪跟柳慧的儿子 林朝阳坦然一笑 啥玩意 叶辰是林风雪的儿子 亲生儿子 万正元那张开的嘴巴 一时间竟是合不上了 林老您说什么 叶董 他是风雪的亲儿子 是您的孙子 对 说来话长 当初有人将天南跟小陈进行了调包 咱们所有人全都被蒙在鼓里 浑然不知情 直到三四年前才得知情况 最后好不容易才把小陈给寻了回来 林朝阳淡淡地解释一声 殊不知 这让万正元更是在瞠目结舌中宛如实话 黎毛换太子了 这事 这种事情竟会发生在林家 没等万正元得以缓过来 林朝阳看向叶辰再世道 小陈 人我已经给你找来了 你们慢慢聊 我就先回避了 说着 林朝阳做事就要撑其拐杖离开 但叶辰却是赶忙开口 打断了他的动作 老爷子 您老没什么好回避的呀 您要是不急着去干嘛的话 那就留下来听着得了 嗯 合适 林朝阳喝笑一音 肯定合适 叶辰笑着点了点头 随后还不忘朝万正元看去 万伟元 您说是吧 对 既然是小陈约的我 而他又觉得 没什么可避讳林老宁的 那肯定是合适了 无形中 万正元对叶辰的称呼 已是变成了小陈 这位从一品大元的态度 一下子就鲜明起来了 随着林朝阳喝笑作应 叶辰这才跟李元哥落座到沙发上 无需叶辰去抛砖引玉 大概率猜到 叶辰为何要见自己的万正元 率先开口了 小陈 你是因为同志的事 找到我吧 嗯 对 叶辰大大方方的点头 正声应道 说到同志的情况 殊不知 出乎万正元意料的是 都不等自己 把话说出来 叶辰便是当即打断 万伟元 您可能误会了 我是想问您 为什么要让同志离开华国 为什么要让同志离开华国 叶辰这话 毫无委婉 可言的话一出 不只是万正元 连老爷子林朝阳 都是猛的愣住 小陈 你这话 什么意思 万正元还没开口 林朝阳便率先挑着老梅道 就是万伟元那边 再没有跟我进行过 任何沟通的情况下 找中科院 安排了跟同志进行视频通话 并且给同志做了一定的思想工作 导致同志出于大局为重 为了不牵连 以及不给官方添麻烦 想离开藤龙 办办导体科技 想离开华国境内 开始新的潜藏生涯 叶辰直白道 正元同志 小陈说的是真的 林朝阳迎声看向了万正元 而万正元 却是神色肃然的 朝李元哥看去 不料 后者却是无奈地苦笑着摇了摇头 万伯伯 没辙 同志一张嘴 他就知道 肯定有官方那边的人员 给同志做过思想工作了 林老 确实 小陈说的无误 我的确是跟同志进行了视频绘画 并且给他做了相应的思想工作 毕竟让同志暂时离开华国 才是最为周全的做法 在咱们官方的暗中保护下 等风波平息下来后再重返华国 我并不认为此事有任何的不妥之处 万正元道 万伯伯 不知这事儿是紫禁最高层的交代 还是院里一把手的交代 叶辰顺势问道 有关部门的决议 万正元领声道 为什么就不跟我打声招呼 叶辰紧接问作 绕过你是我的决定 万伯伯事先就有跟我沟通过 但怕你一起用事 所以我私自决定先掌后奏 为此 我已经做好承受你怒火的准备了 李元哥先万正元一步道 小陈 恕我直言 让同振先行离开华国并无任何不妥 退一步来说 就算美利坚官方目前没有确凿证据在手 但也不代表他们后续找不到实质证据 毕竟谁都不能保证 美利坚的官方力量 不会渗透到你的腾龙半导体科技中 如果能将同振暂时转移到境外 这无疑会让咱们华国官方 更好的就此事 去开展跟美利坚方面的博弈 反之 官方多少都会有所顾忌跟束缚 这在博弈上 多少会形成一些不利因素 你应该清楚 同振前身华国对外 绝对不是什么秘密 尤其是美利坚那边 他们必然不会认为 同振除了华国 还有其他地方可去 所以说白了 同振前身华国 就是一层让美利坚上 未能掌握到确凿证据的窗户纸而已 一旦这层窗户纸被捅破 一旦美利坚后续 真拿出确凿证据来 你说 咱们官方会有多被动 这在国际社会上 又会造成怎样的负面影响 包括你的腾龙半导体科技 跟你自身 迎接你们的 又会是什么 基于这种种 同振若是被转移到境外 那么在这场博弈中华国 将会成为必赢的一方 甚至是你的腾龙半导体科技跟你 在咱们华国官方的 强势撑腰态度下 也能全身而退 除此之外 咱们这边也已经跟中科院 以及同振有过深入交流 基本能够确定 就算同振离开境内 也不会影响到 后续光刻机的研发工作及问事 就这种背景下 把同振转移到境外 难道不是最好的选择吗 难道还有比这更好的选择吗 还有我必须得强调的是 咱们并不是放弃他 并不是过河拆桥谢莫杀驴 仅仅只是 让他暂避风头而已 仅仅只是为了能够赢得 跟美利坚之间的博弈 好让他后续 能够以一种更为稳妥的方式 回归华国而已 如果不是因为林朝阳的原因 如果不是因为 叶辰是林家子寺的原因 那么 面对叶辰这般兴师问罪 万证元是绝对不可能 会有这么好的语气的 一旦同振离开境内 谁能保证 他不会遭到任何意外 但凡有任何风吹草动 我相信美利坚那边 必定会不惜代价 对同振实施抓捕 甚至是暗杀 网进了说 为华国 为腾龙半导体科技 研发出高尖端国产光刻机的 民族脊梁 要是死在美利坚的暗杀下 无论是我也好 还是官方也罢 如何向世人交代 网远了说 如果华国官方 连同振这样的 都不能保护到位 都不能让他留在华国境内 保证绝对安全 而是迫于美利坚的压力 并且 在美利坚尚未有 实质证据的情况下 就将其转移到境外 导致遭到暗杀身亡 试问 这对那些身在曹英 新在汉的民族栋梁们 该造成怎样的想法 哪怕他们甘于为了 报效国家 而不惜搭上自己 但官方并不能 不去直面那个问题 我叶辰更不能 去网顾那个问题 当然了 如果同振不是在我旗下 我肯定没有资格说任何话 可事实是 同振既然在我麾下 那我就一定会不惜一切 保证他的绝对周全 哪怕付出的代价再大都好 不对万证元的说法予以认可 叶辰掷地有声地铿锵道 正当万证元想要揭查之际 叶辰在世领声道 万委员 我说句得罪您的话 大局为重固然是有必要 但咱们能不能别那么软 美利坚就用了一场新闻发布会 您那边就急着 将同振转移出去 试问一句 这对得起外交发言人周司长 在记者会上的阵龙发聩吗 我知道国家的博弈战略 肯定不是我这种小人物能够参透的 但我同样知道 外交发言人既然敢在记者会上说那些 那就肯定是有底气的 另外我也不瞒您说 关于同振的事情 我不仅亲自跟老总说过 同时也将同振的事情 跟紫禁智囊团那边开展过相关议题 而我相信 您老在去给同振做思想工作之前 对许多内在的情况 都还不具备足够的了解 试问一声 这种情况下 您觉得您的做法合适吗 四世没打算把话给说死吧 叶辰也给对方留了台阶 当然了 话说两头 我也相信你们那边的决议 虽然是给同振做思想工作 对其进行转移出境 但这不一定就是最终结果 也许更多 只是未雨绸缪的 将做上一些前期准备而已 即使同振接受同意 即使同振愿意离开境内 最后你们也不一定会将 这套方案上交上去 是吧 对于叶辰给出的台阶 整个人完全陷入了叶辰 前一刻透露出的信息当中 已经跟老总说过 并且也已经跟紫禁制囊团 开展过相关议题 这 合着最高层那边 是已经决定 让同振留在腾龙半导体科技当中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他万证元所主张的方案 又成什么了 这也是还没有向上做出 进一步承报而已 否则主导了这一出的他 得逞了什么角色 想到这 万证元不由 口干舌燥地蠕动起了喉咙 别看自己去年迎来了更近一步 但跟机箱对来说并不稳 这也使得他家在派系博弈中 处于一种较为尴尬的位置 正是这样 所以他才一直想着 以更好的作为 去夯视自己身下的那把交易 因此 当同振事件 再一次被美丽兼大作文章 并且将矛头直指 跟中科院合作的腾龙半导体科技时 在一把手外访的情况下 他第一时间便召集人员 研讨起了应对方案 而后就有了 亲自给同振 做思想工作的那一出 可却万万没想到 这一行为 竟是在跟最高层以及智囊团唱反调 即使说 叶尘道出的那些是对的 就算同振愿意以大局为重 选择离境也不代表 这会是最终的博弈方案 但是 一旦他将自己所主张的方案 搬到台面上 念头至此 万证元的脸 尚微微抖了抖 哪怕说 不同的主张 是在正常不过的事 可在最高层 及智囊团已经明确了的 处理方案下 自己所主张的 成了反调所在 那么他万证元 又会陷于何等的微妙境地中 再一次 这位从一品大员不由艳了艳声 小陈 你说 你已经跟老总 以及智囊团 就同振的问题 展开过讨论了 没错 应声之余 叶尘再世道 万委员 该说不说 就凭外交发言人周司长 在记者会上的强硬态度 难不成 以您的嗅觉 还嗅不出一些东西来吗 文言 万证元的眉头紧您不已 那场记者会之后 我跟周司长私下聊过 但他是三间其口 不仅是周司长 包括咱们李家的高层 都选择回避相关问题 这时 李源哥的话声 缓缓作气 我一早就跟你说过 同振的问题你不用担心 因为无论是对腾龙 半导体科技的在乎 还是对华国的在乎 我绝对在你之上 连我都不去担心的问题 你担心什么 叶尘话声一顿 看向李源哥 不留情面的直言领声道 也就是同振 还没有离开华国而已 如果已经离开 如果你的先掌后奏成形 那么你在腾龙半导体科技里头 也就不用再待了 李源哥顿急噤声哑然 紧接着 只见叶尘再次面朝万正元 万委员 跟您说这么多 没别的意思 我只是想你们那边 就此打住 将同振转移出境的方案 退一万步来说 就算真要将同振转移出境 以此来为官方 腾出更多的博弈空间 那也不是您来主张 在老总跟智囊团那边 就同振问题 早就已经跟我交流过的背景下 只要一个电话 不用官方出面 一出境 绝不会让官方介入其中 从而尽可能地避免 给官方带去麻烦 被叶尘这么一通说 万正元的脸上 多少有些挂不住 说白了 自己的身份地位摆在那 而对方 似乎对自己 缺乏相应的尊重 就在这时 林朝阳也开口 打起了原厂来 正元啊 这小子一向说话 都没个分寸的 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我知道你也是一心 为大局着想 可今时不同往日 之前那场外交记者会 我也看了来着 若没有最高层的受益所在 发言人也不会如此 激进强硬的 还有就是 且不管老美手上 有没有证据 就算老美掌握了 确凿证据 能够明白 同振前身华国又如何 他们又能怎么着 这种事理 也不是第一起了 不就是周旋一番 就不了了之吗 在咱们官方面对 老美的指控不予理会 没去承认 同振归华一事 我想绝非是 忌惮于老美的折腾 而是暂时还没到 那个时候罢了 这一点 我相信 你应该是清楚的 再有 纵观这么些年 无论是那些 在美利坚学成后 前回华国的栋梁 还是带着科研机密 来投奔华国的 外国科研人员 你见过华国 会迫于美利坚的压力 就进行转移的吗 从来都没有 如果在这种事情上 都未手未脚闪闪缩缩 那么这对那些 意图报效华国的人才眼中 华国官方 又得是何等形象 这些我相信 你应该比谁都清楚吧 然而在林朝阳的话下 万正元 却是苦涩的摇头笑了起来 林老 不是那么一回事 也罢 既然小陈说到 他已经跟老总 还有智囊团那边 探讨过相关问题 那我也不妨说一说 之所以我会主张 将同镇暂时转移出境 是因为有一批 想归国报效的顶尖人 才在美利坚 被老美给扣押起来 并且遭到了极为严密的看管 为此 咱们这边 一直都在跟老美周旋着 当下也到了 尤为关键的阶段 如此结果眼中 老美重新拿同镇事件 出来做文章 这无疑增加了诸多变数 虽说同镇规划 早就成了美利坚 只缺确凿证据的一层窗户纸 但若是 这种窗户纸被捅破 这绝对是不利于 咱们让美利坚 将那批想归国报效的顶尖人才 做出放行的 而为了确保 能让那批科研人员顺利归国 就得在这个周旋阶段中 确保那种窗户纸不被捅破 以免出现更多的变数 因此才有了我主张 暂时转移同镇的主张 为的就是尽可能的 将变数压到最小 同时也避免付出更大的代价 不过话说回来 若是我事先知道 小陈已经跟老总 还有智囊团那边接洽过 我也就不会有那种 主张转移的想法了 但也正如小陈所说 我主张的方案 不见得会被采纳 所以跟同镇做思想工作 只是基于未雨绸缪 做一个提前准备罢了 迎着万正元的话 叶晨不由正愣着皱了皱眉 就万正元说的这些 他是真不知道 毕竟老总跟智囊团那边 并未跟他提及过这些 是这么回事啊 林朝阳若有所思地说了一声 听到老爷子的这一硬作 叶晨顿急也会议了 诚恳地看向万正元 万伯伯 是我梦浪了 至此 叶晨才将那申万伟员 转变成万伯伯 但这并非是出于 他对误会万正元后的歉意 纯粹是顺着老爷子的弦外之音来 表出这么一丝态度罢了 要说对于万正元 他并无任何好感 即便是先前的自己 似乎多少有些误会了万正元 都好 毕竟在前世中 万正元着实不是什么良才 抛开对方 后来被人戏称为 史上最平庸的任务委员之外不说 按照前世时间轨迹 两年后的万正元 还因为多重原因 遭到处分被降级 降到了不及 叶晨虽然对具体情况不太了解 可后来在接触到高层圈子后 也听说过 万正元是过于追求作为 导致在那个过程中 犯下了一连串的错误 最后栽起了跟头 所以 到了这一世 如此这么一位主 着实难以让他予以半分好感 不过 看在老爷子的份上 在那生事这么一回事之下 叶晨还是适时的选择 将称呼从万委员 改成了万伯伯 然而 恰是叶晨做出的称呼改变 也让万正元心头的那些不快 顿时烟消云散 旋即在叶晨的百般强颜欢笑下 随着话题的转移 拉起了种种家常来 直到晚上十点 是才在李源哥的陪同中 离开了林家四合院 偏听里 小陈啊 你今晚的表现 是不是太不沉稳了 无论怎么说都好 万正元的身份地位 毕竟摆在哪 所以不管如何 尊重是一定要有的 哪怕你对他有再多的成见 都不能通过态度 跟成见去表达出来 这种道理 我想你应该是明白的 待到万正元跟李源哥离去后 林朝阳语众 心长地看着叶晨道 我明白 我理解 我也知道自己的态度 跟措辞极其不妥 但我之所以如此失态 并不是因为他触碰到了我的底线 而是因为他的愚昧 您老说说 将同正转移离境 这得是多愚昧的想法 又得是多软淡的想法 纵观过往 有过这种荒谬的愚昧案例吗 哪怕他后来说了 同正事件 关乎到另外一批想归国报效 但却遭到扣留的顶尖人才归国路 但这都绝对不是将同正转移出境的理由 叶晨道 林朝阳默默点了点头 道 一马归一马 同样的 这也不是你连基本尊重都不予提供的理由 不过这次就算了 我希望你下不为例 确实 想想着实是我梦忘了 点头应声中 叶晨话锋一转 老爷子 万正元是怎么能够成为院里委员的 说实话 以他的级数 不给叶晨把话说下去 林朝阳抬手打断 都是博弈的结果 至于再深层的 你也甭去打听 好奇那么多了 也罢 想想 叶晨摇头苦笑 关于万正元前世的那些 他还是没去选择多说半句 今晚在家里过夜吧 不急着走了吧 林朝阳和笑道 行 那就在四合院过夜 叶晨咧嘴点头 得 那咱爷孙俩就好好聊了 这一聊 爷孙俩直至凌晨快到 林朝阳才意犹未尽地 在叶晨以及保健医生的催促下 回屋休息 否则怕是不知道 还得跟叶晨唱 谈到什么时候 一日 跟老爷子吃完早餐后 在林朝阳的依依不舍中 叶晨这才踏上了 返程江州的归途 与此同时 有关同镇前身华国 以及前身腾龙半导体科技的证据 美利坚方面 也一并捅出了多条 并且态度严厉地 跟华国官方发起了交涉 当美利坚摆出的那些证据 正式公开 互联网上 再次掀起了轩然大波 一些嗅觉敏锐的人 则是跟在美利坚 给腾龙半导体科技 罗列出的那些罪证中 已经预见到了 美利坚官方接下来的行动 为此 关于腾龙半导体科技 甚至是其他与叶晨相关的科技企业 以及叶晨本身 极有可能会遭到美利坚的全面制裁 也在互联网上 掀起了一重重的热议狂潮来 是中午 腾龙一号落地江州机场 早在腾龙一号专机 从首都机场起飞 就文讯赶到江州机场 进行蹲守的媒体记者们 已是乌泱泱一片了 先是叶晨昨日的采访内容 再是美利坚 今日罗列出的一系列证据 即百出的态度驾驶 无疑已是将叶晨 推到了前所未有的热度风口上 如此背景下 别说是各路新闻媒体 即便许多想蹭热度的自媒体 或者时讯博主 都赶到了江州机场 然而这一次 叶晨不再给对方任何机会 私密性好道 即便趴在车窗上 都看不到里面任何画面的防弹红旗 缓缓穿过了各路媒体记者 百出的矩阵中 但这并不能让那些媒体记者 就此罢休 沿着红旗车队的离去 纷纷紧随在了后头 似是想像昨天同行们讲的那般 看叶晨会不会把他们 引到某个指定地点进行采访 可这次 他们想多了 红旗车队 一路朝着半山别墅区的方向急驰 带到车队驶入 通往半山别墅区的路口后 后面那些紧随着的外来车辆 无一例外地被拦了下来 一号别墅 老叶 腾龙半导体科技那边什么情况 叶晨刚一回到家 早就在大厅等着的陈一诺 赶紧放下手机迎了过去 该干嘛干嘛 还能有什么情况呢 叶晨不以为然地笑说道 美利坚那边 已经将所掌握到的证据 一一公布出来了 并且还围绕着 腾龙半导体科技 跟你的一系列罪证给罗列出 现在网上出了诸多的相关分析 几乎可以说是一致认为 腾龙半导体科技跟你 甚至包括咱们旗下 一些企业 都会面临美利坚发起的制裁 陈一诺道 殊不知 叶晨依旧是一派云淡风轻 哦 还公布证据 以及罗列罪证了 哪呢 我看看 看着叶晨 完全不当一回事的泰然笑意 陈一诺错愣得恍惚不已 这 这怎么还笑得出来啊 没等陈一诺回过神 叶晨的手机 疏然响起 李源哥 老叶 我给你发了份电子邮件 是关于美利坚所公布的证据 以及他们为咱们罗列的罪证 以及对方给咱们下达的通牒的 你赶紧查看一下 电话那头的李源哥 透出了几分明显的担忧来 好 叶晨应声落下 挂断了通话 指控 证据 罪证 齐活了吗 这是 挂断电话的叶晨 不由冷冷一笑 老叶 什么情况这是 看到叶晨只是应了一声好 便给挂断电话的陈一诺好奇道 没 李源哥那边 说他已经将美利坚公布的那些所谓证据什么的 发到我的电子邮箱里头了 我先去书房登录邮箱看看 叶晨道 嗯好 那你赶紧的 叶晨先是往娇漆的额头上轻轻一吻 旋即才闲听信步的往楼梯走去 是的 连电梯都不坐 主打就是一个稳坐钓鱼台 红魔解锁开门的书房里 叶晨打开了电脑上的电子邮箱 里头赫然就有李源哥才发来不久的邮件 点击打开后 是一条条美利坚对外公布 同振潜藏于腾龙半导体科技研发基地的证据 还别说 看上去的确没有伪造作假的迹象 其次是基于证据所在 美利坚官方给腾龙半导体科技所 列出条条罪名 足有十几条 再往下 是美利坚相关部门 正式对腾龙半导体科技下达的通牒 其实说是通牒 倒不如说是威胁 勒令腾龙半导体科技 交出同振以及相关的研发数据 否则美利坚官方将对腾龙半导体科技 发起必要行动 嗯 说的是必要行动 并没有明确 而在那份通牒中 并不难感受到美利坚方面 所表达出来的怒火 该说不说 一般人或许还真有可能被唬住 真觉得美利坚已经掌握到确凿的证据了 不过 这对叶晨不好使 虽然在这之前 叶晨并不敢打包票 美利坚那边一定没有掌握到 同振前身腾龙半导体科技的证据 可随着美利坚方面 公布出来的这些所谓证据来看 他已经能够笃定 对方手上绝对没有证据了 并非那些所谓证据中 有明显端倪漏洞 相反 看起来可以说是 完全无瑕疵的 但是问题 就出在叶晨对美利坚官方的了解上 如果这些能够以假乱真的证据 不是伪造的 那么 美利坚官方所公布出来的证据 绝对不会是当前这种级别层次的 戏谑一笑 叶晨拿起手机 回拨了李源哥的电话 喂 老叶 看完了 看完了 叶晨淡淡一笑应 我现在是真拿不准美利坚官方 究竟是不是真掌握到证据了 李源哥脱口而出 首先 这些所谓证据 基本上可以确定 是老美那边自行编造的 其次证不证据什么的 已经不重要了 美利坚摆明了 就是想对腾龙半导体 来至于我旗下的企业进行制裁 同证事件几乎可以明确 就是一个幌子了 一个能让美利坚官方名正言顺 对我发起制裁围剿的幌子罢了 即便没有同证事件 我相信 他们也会找其他幌子的 只是恰好同证事件 能让他们更好的用来当突破口而已 叶晨淡淡风轻的徐徐轻笑道 所以证据不证据的 压根没有太大意义 退一步来说 就算美利坚手上真的掌握到证据 他们有可能会觉得 咱们腾龙半导体科技 或者是华国官方 乖乖将同证交出来吗 不可能 美利坚官方知道 这绝对是不切实际的 他们深知 从同证前回华国的那一刻起 就注定他们 这个跟头是栽定的了 况且 时间已经过去几年 他们也清楚几年时间里 该做的同证都已经做了 于此这对他们而言 同证的意义 只是他们的颜面问题罢了 这种情况下 美利坚有可能 仅仅因为叛逃的同证 就在歇斯底里吗 概率依然是微乎其微的 所以 这一切只是一个 能让美利坚出师有名的幌子 一个用你对付咱们的幌子 不同于之前 此时听到叶晨说出这些后 李源哥那忐忑没底的心境 似乎也缓和了不少 那你是怎么想的 李源哥道 美利坚要对腾龙半导体科技 甚至是咱们旗下的科技企业 包括我自身在内 发起制裁 或许会成为大概率事件了 但不管怎么说都好 也不能让他们太过于顺利 至少得让他们暴露 那丑陋嘴脸 嗯 建立在官方 将会捍卫咱们的基础上 最起码 也得给咱们华国官方 进行反制 提供一些筹码 叶晨道 不等李源哥回答 叶晨再是道 这样 接下来你将美利坚 针对腾龙半导体 做出的通牒进行公布 然后再针对美利坚 官方所公布的那些证据 做出不与认同的回应 为了让咱们 不与认同的回应 能够站得住脚 我待会会给你提供一份资料 能够说明美利坚 所谓的证据 是捏造的资料 回击美利坚官方 公布的资料 纯属捏造 李源哥文言顿 急证愣住 对 没错 你等会留意邮箱 我给你发过去 不想去进行过多解释的 叶晨应做到 好 行 那就先不说了 结束通话 叶晨没有急着动手 一遍又一遍地 看起了美利坚官方 所发布的那些个证据 足以蒙蔽 许久 当脑海中那些 附有条理的思绪内容 被梳理出来后 叶晨这才在键盘上 敲打起来 很快 一篇长篇大论 在电脑文档中 呈现出来 稍作整理 叶晨直接给发到了 李源哥的邮箱 与此同时 书房房门也被敲响 老叶 怎样了 随着叶晨打开房门 陈一诺快步走了进来 没啥大问题 就是美利坚那边 有可能会对咱们旗下企业 包括对我发起制裁而言 叶晨依旧是一副 不以为然的笑态 这还叫没啥大问题 陈一诺呆住了 华为被制裁后 遭到的影响 到现在都还在那摆着呀 腾龙不是华为 叶晨信誓旦旦地置声道 即便美利坚对咱们发起制裁 也不见得就能达到 他们想要的效果 相反 还极有可能会遭到反噬 看着吧 这次会栽根头的 不见得会是咱们 也许会演变成美利坚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会栽根头的 不见得会是咱们 也许会演变成 美利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叶晨这话 让陈一诺绞尽了脑汁 可最终仍是不知道 叶晨指的是什么 本想刨根问底进行追问的 无奈在叶晨故作玄虚的敷衍中 只好作罢 如今的叶晨 正正是诠释了 当初千通集团老王的那句经典言论 任凭风浪起 稳坐钓鱼台 纵使外界已经掀起了千万重波栏 纵使全世界都将目光聚焦在了这场风波上 纵使所有的专业分析 都往腾龙半导体科技 及叶晨旗下那些科技企业 将会遭到西方制裁的方向靠拢 叶晨仍就是一腔闲情意志的 在一号别墅中悠哉游哉 面对不停响起的手机 面对那些不断联系自己 表示关心顾问的各路权贵大拿们 自始至终 叶晨全程都表出 云淡风轻的泰然来 似乎 似乎完全不将当前的一连串事件放在眼中 这也致使各路权贵大拿 不得不怀疑起叶晨 是不是强行装出来的 要知道 昔日的华威 在遭遇类似危机时 浮沉了上海大半生的民族企业家 人老都做不到像叶晨这般啊 事业 通过乾隆游戏后台零号服务器 看了一会轮回全球赛最后阶段的局势战况后 独自坐在客厅沙发上的叶晨 拿出手机 从里头找出了 U2集团老凯恩之前发来的那串号码 按下了拨号 电话响了许久才被接通 新晋国际金融大乐并没有马上开口 似是在等着来电归属为华国的电话那头 率先发声 霍华德先生是吗 叶晨操着一口无比地道的伦敦枪 以至于都让大洋彼岸的霍华德 一时间觉得 对方是在华的英伦人了 你是谁 霍华德警惕道 我 我是你想找的人 嗯 通过老凯恩来找的人 叶晨玩味地轻笑道 噓 刹那间 远在大洋彼岸别墅庄园中的霍华德 猛地窜起身 只把证给他进行松筋活络的兔女郎 吓了一大跳 呼吸瞬间急促起来的 他并没有马上应声 而是打手势让边上的兔女郎 立马离开 对于霍华德的沉默 叶晨似乎并不着急 就这么默默等着对方的开口 片刻后 主导了U2集团那场世纪抄底的人 是你 一声说吧 霍华德似乎觉得还不够 再又是接着补充 是你让U2集团撤销了在能源期货市场上的所有空单 并且高倍杠杆重仓抄底能源期货的 对 没错 叶晨应道 此时的语调 甚至是尾音 完全可以说是林霞次的吻合着那些地道的伦敦枪 这更加让霍华德认定对方是在华的英伦人了 只不过 英伦有如此之猛的人吗 为何他从未听说过 但这位新晋国际金融大亨也知道 此时不是他去琢磨这些的时候 请问你是哪一位 从一开始时的你是谁 到当下的请问你是哪一位 这位新晋国际金融大鳄的转变已然说明了态度所在 如果霍华德先生真这么想知道我是谁 那就过来见上一面吧 叶晨道 然而那头的霍华德并没有马上去回应对方的话 而是道 你是怎么知道我跟老凯恩说的金融计划的 霍华德先生是希望我们之间的对话交流都在电话中进行吗 叶晨哼笑一声 霍华德顿即不由位之一愣 叶晨继续道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想我们也没有进行下一步交流的必要 说完 不给对方应声的机会 叶晨挂断了电话 Fuck 大洋彼岸的霍华德是既怒又急 怒的是对方对他这位国际金融大鳄所表出来的这般态度 急的是他有可能会错过那位神人 最终思索再三 他还是顶着屈辱回播了那通来自于华国的号码 抱歉 我想说的是你误会了 我并没有排斥去跟你见一面 我甚至认为这是我的荣幸 电话被接通后 霍华德立马将自己的姿态放了下来 毕竟姿态这种玩意 重要的时候重要 不重要的时候也不重要 此刻霍华德的想法是 等自己见了对方 一旦发现并不是自己想象中的那样 再直接进行切割辨识了 既然如此 那还请霍华德先生赶最快的航班 飞往华国江州 地点在江州的腾龙酒店 如果霍华德先生觉得有必要的话 也可以把老凯恩的恩 儿子哈利凯恩给捎带上 毕竟我想 这有可能会让霍华德先生更加放心一些 是吗 叶辰故作高深地说道 赶最快的航班 霍华德不由皱了皱眉头 对 因为是霍华德先生想见我 所以必须得迎合我的时间 叶辰道 好 我会以最快的速度赶往华国江州 应声落下 霍华德想了想 终是忍不住咬牙说了一嘴 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 这句话同样也是 我想说的 希望霍华德先生不要让我失望 没再去跟对方说太多 耐人寻味地笑上一声后 叶辰再一次将电话给挂断 大洋彼岸那头 霍华德的脸色渐渐变得凝重起来 通过对方的语气口吻来看 似乎并不怎么将自己这位 新晋国际金融大鳄放在眼中 这究竟是装出来的 还是真有那个实力 霍华德一时间是真的拿捏不准了 哪怕说种种迹象 都说明对方的超凡之处 比如能让U2集团 在能源期货市场上 全面撤销原本的空单 比如能让U2集团 在撤销空单后 反过来赌上集团的命运 比如 对方又是如何能在当时 那种毫无征兆的情况下 认定欧洲将会遭到 新一轮的能源危机 导致能源价格疯涨的 但是 即便如此都好 他霍华德也还得亲自试探过对方 才会下定论 这也是他纵横金融资本市场 一直以来所秉承着的原则 希望你别让我失望 再一次清难着 刚才在通话中说的最后一句 霍华德拿起手机 拨通了老凯恩的号码 霍华德的效率很高 在跟老凯恩通完电话后 便立即购入了 最快飞往华国江州的航班机票 并且动用关系 包下了整个头等舱 至于原本购入了头等舱机票的其他乘客 自是有人去给他解决 本来他是 想坐自己的私人飞机去的 但考虑到航线申请种种什么的 只能放弃了专机出行 然而另一边 哈利 凯恩直至来到伦敦机场时 整个人都还是猛的 无他 在父亲老凯恩告知他 务必放下手头上的一切工作 前往机场跟霍华德 一同赶往华国江州腾龙酒店 见夜城后 父亲便直接挂断了电话 啥都没说 在之后便是自己收到了 老凯恩发来的航班信息 以及购票信息 就这样不得不踏上了 赶往机场的途中 他甚至都不知道 为什么要这么着急 为什么连基本的准备时间都没有 期间他是有想过 给夜城打个电话的 但想想还是打消了念头 VVIP后机休息室里 哈利 凯恩一现身 带着几名随行保镖 并且进行了一些伪装的霍华德 二话不说 就招呼他一同登机 直至踏上被包下的头等舱后 哈利 凯恩才有开口作问的机会 霍华德先生 为什么这么突然这么嘎 还有 为什么要把我带上 他说 我要想见他 那就以最快的速度 飞往华国江州 并且让我把你给带上 说落 霍华德不由地fuck一声 转而道 哈利 你应该知道他是谁的 对吗 我要是说不知道 霍华德先生肯定不相信 哈利 凯恩苦笑不已 就在霍华德眼前一亮 想要发起追问时 哈利 凯恩抢先一步道 但是还请霍华德先生见谅 我得有自己的原则 所以 暂时无法对霍华德先生进行告知 而且 霍华德先生很快就能见到对方了 也不必再急于这一时了 Shit 西装革履的新晋国际金融大鳄 止不住地低声一刺 如若不是现在的自己 急需一场 能让全球聚焦 并且能让自己笑到最后的金融战役 来彻底奠定地位 甚至是摆脱那该死的小索洛斯之称 他绝对不会走这一步 尽管他在好奇U2集团跟老凯恩背后的神秘人是谁都好 尽管他再想跟对方交个朋友也罢 堂堂新进国际金融大鳄的他 也绝不会让自己这么卑微被动 他是哪里人 霍华德只好沉申换个问题 并没有让霍华德的气场给震倒 哈利 凯恩抿笑摇了摇头 霍华德先生到了就知道了 不过霍华德先生应该是知道他的 What 霍华德眯起了眼 殊不知 哈利 凯恩却是适可而止的打住不再多说 他最好是别让我失望 否则恐怕会影响到我跟你父亲的交情 霍华德如是沉申道 然而听到这话的哈利 凯恩却是多少有些嗤之以鼻 即便知道接下来的话有些不适合 但还是忍不住说了出口 我倒是觉得霍华德先生应该担心的是 自己会不会令他失望 你说什么 如是听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话似的 霍华德错愣不已地歪了歪头 看着哈利 凯恩道 我说霍华德先生该担心的是 自己会不会令对方失望 因为这关乎道 你会不会白跑一趟 没有任何退避闪躲的意思 迎着霍华德投来的尖锐眼神 哈利 凯恩笑了笑 直视着对方的双眸道 如果是放在过去 那么 面对霍华德这种级别的大咖 哪怕他哈利 凯恩跟U2集团创始人老凯恩的儿子 哪怕如今的U2集团 已经成了欧洲能源龙头霸主都好 他都不敢在霍华德这种人物面前施了礼数 更别说一副轻挑作派了 但自从搭上叶尘 自从自己在西方世界的权贵圈中 成了炙手可热的存在 哈利 凯恩的自信及底气 已然无限飙升 因为自己的背后是叶尘 因为叶尘能给他带去那种自信底气 呵呵 好好 霍华德耐人寻味地挑声笑了起来 很快 头等舱中陷入了安静 知道从哈利 凯恩口中套不出什么来的霍华德不再去多 而哈利 凯恩也不再给出任何的言说 一阵身体如似失衡的倾斜咒作 飞机脱离跑道 拉伸高度的同时 也拉开了国际新进金融大鳄 霍华德这趟华国之行的序幕 大洋的另一段 叶尘也将接待霍华德的相关事宜 给腾龙酒店那边进行了交代 并且还安排了相关人员到时前往机场接机的事 按道理说 该他自个去迎接的 但拿准了霍华德意图所在的他 还是选择了将自己的姿态挂起来 毕竟现在是霍华德想见他 并且是迫切地想着见他 所以将姿态摆高无疑 是绝对有助于他在双方后续的 暂且说是合作地位的 交代完这些之后 让全世界都想不到的是 此时正置身于全球聚焦风口浪尖上的叶尘 完全没去理会腾龙半导体科技的事 一头扎入在了轮回全球赛的观战中 特别开设的副本里 代表华国出征的炎黄战队 已是利用华国古代跟近代的各种兵法 灭掉了七个亚洲国家跟欧洲国家的代表战队 其中更是将炎黄战队的战旗 扎在了高丽以及阿三的大本营中 并且悉数歼灭了这两国战队的全部人员 此举也被广大华国网友称之为屠蛇 之所以是屠蛇 则是因为华国网友一致认为这些垃圾配不上屠龙二字 为此 这也引发了三方在外网上的各种骂战 除此之外 原先的十六国战队联盟也已经彻底土崩瓦解 主要是代表美利坚服务区出征的战队将他们当成了炮灰 再加上他们自始至终都没有任何的话语权 以及炎黄战队发动的接二连三各种战术计谋 直接让联盟散火了 在那一处处堪称无比经典的桥段中 如若不是因为同振事件以及华国跟美利坚双方的各种隔空喊话 怕是各种跟轮回相关的话题早已席卷全球互联网了 而对于轮回的热度大大遭到分流这一点 乾隆游戏那边 尤其是负责人徐英杰 无疑是憋屈到了极点 因为这明明可以在全球互联网掀起前所未有的推广狂流的 明明可以让全球多个国家的大多数网友 都将焦点放在这上面的 然而因为同振事件所引发的一人串 直接让轮回的话题热度受到了重创 可是想到这不仅关乎到叶辰以及叶辰旗下一众企业 甚至也是华国的一次新挑战 纵使在憋屈都好 徐英杰跟乾隆游戏都只能在遗憾中暗自苦笑 时间在流逝 随着华国时间进入到一日上午 从英伦飞往华国江州的航班稳稳停落在江州机场上 作为最先下级的头等舱 走下闲梯的哈利凯恩 轻车熟路的领着霍华德一行出行人员走了起来 无需跟叶辰进行任何通话问询 了解叶辰处事风格的哈利凯恩 很快便找到了叶辰安排接机的车队 殊不知这一切看在霍华德眼中 既是让他惊恶又是让他恼怒 惊恶的是哈利凯恩如此熟悉 恼怒的是那位所谓的神秘人 竟是连亲自接机的礼遇都不予提供 要说他霍华德尚未晋升成人们眼中的国际金融大鳄 倒也就罢了 想他霍华德的大名放眼全球金融界 现如今谁人不知 让他极其不自在的小索洛斯之名 更是一而在的在金融界掀起了一轮轮高潮 如此背景下 郑主竟是连接机都不愿意前来 哈利 你似乎很了解对方 赶往腾龙酒店的车队里 坐在劳斯莱斯后排座上的霍华德挑眉道 霍华德先生 你没必要再试探我 很快你就会见到对方了 哈利凯恩笑笑道 别跟我说 那是个华国人 想到接机人员清一色全是黄皮肤黑头发 霍华德皱着的眉头更加之深了 霍华德先生不必着急 你想要的一切答案 很快你就能知晓了 依旧还是没去正面回答对方的问题 哈利 凯恩 自始至终都保持着那尤为绅士的笑容 Shit 霍华德甩手 扫了一下身前副驾驶座椅上的投靠 继而翘着二郎腿 渐渐沉起了脸来 此时的他 脑海里已经爆出一个名字来了 叶晨 是的 叶晨 虽然他打心底不认为 那个如今已是名震还宇的华国商界传奇 能够精准地分析出 欧洲能源会因为陷入新一轮的危机 从而在原本回跌的形势下 急转反弹暴涨 不认为就是那么一个充满着争议的华国人 能让U2集团跟老凯恩赌上集团 以及家族命运 但是 叶晨跟哈利 凯恩的友情是众所周知的 甚至对方还几度迈入U2集团 跟老凯恩进行办公室会谈 再加上如今哈利 凯恩表现出来的种种 这让他已经无法不往叶晨身上进行联想 无法不去往那个最不可能的可能性进行靠路 一路再也无言 对于霍华德而言 不可谓不是漫长无比的行程 随着车队抵达腾龙酒店而停止 由于有叶晨先前的交代在 大婚过后 还不久的张景山亲自作营 然而在看到是哈利 凯恩以及一位鬼老后 猛了 因为叶晨只说是贵客 没跟他再说其他 哈利 什么情况这是 张景山挤出笑容朝哈利 凯恩低声问道 用的是中文 而不是英文 新进国际金融巨头霍华德 明镇华尔街的小索洛斯 哈利 凯恩 同样是用中文 笑着给出了答案 文言 张景山顿急瞪大起双眼 不是因为对方的来头 对他来说 就算什么索洛斯 什么巴特菲 亲临献身他面前 他都不带会有多少的情绪波动 真正让他呼吸 骤然急促心跳加速的 是这背后的意味啊 新进国际金融大鳄 被叶哥找了过来 这岂不是意味着 叶晨又要有大动作了 并且 还是跟国际金融大鳄相关 甚至是合作的大动作 操 张景山抑制不住地躁动起来了 下一秒 不再理会哈利 凯恩 转朝霍华德笑看过去 霍华德先生 欢迎利临 腾龙酒店 说话间 张景山落落大方地 朝对方伸出手来 平时虎归虎 缺心眼归缺心眼 但在一些正事上 张景山还是极为着调的 没有马上去握对方的手 在张景山的脸色秒变中 稍作迟疑的霍华德 这才迎着握过去 挤出笑容道 你好 来 这边请 看出了对方态度所在的张景山 适可而止 毕竟热脸贴冷屁股 向来都不是他的作风 更不是他能接受的 当然了 除了面对叶晨时 霍华德威 一汉手不再说话 旋即一行人 在张景山的引路中 来到了叶晨 提前交代好的楼层会面室中 古色古香的大门 被推开后 里头 浸透着浓浓的华国锋 作为装饰的琴棋书画 放言可及 没有没有国锋元素的 只有那几张单人沙发 看到这一环境 霍华德更是彻底笃定了 自己要见的那位神秘人 是华国人 而且还极有可能就是叶晨 想到这 脸上愈发阴沉起来 是的 他有了一种被耍的感觉 就算说 U2集团 从全面撤销空单 到疯狂杠杆抄底的背后 是因为叶晨 就算说 老凯恩跟U2集团 真是因为出于对那个华国人的相信 从而不惜赌上集团 及家族的命运都好 他霍华德都不认为 对方会是自己想见的那类人 一时间 他产生了迫切想要离开的心思 哪怕之前的他 并不排斥跟叶晨交朋友 可如果那位所谓的神秘人 真是叶晨的话 那么就冲对方之前 给他打的那通电话 以及这一路的憋屈经历 毫无疑问 他将彻底失去 跟对方交往的兴趣 甚至是生起无尽的反感 似乎看穿了霍华德的那点心思 不过哈利 凯恩并不在意 更不在乎 霍华德先生 坐吧 你要见的人应该快到了 没有说话 霍华德沉着脸默然地点了点头 这才朝着沙发走去落座 到了这一步 不管如何都好 见肯定是的见了 在霍华德落座后 足足五分钟 就在霍华德的脸色 快要滴出水之际 大门才再次被推开 噓 这位新晋国际金融大鳄 猛地抬头看去 前方踏步而来的 正是叶晨 正是他在来到腾龙酒店后 所想到的叶晨 这一刻 看着前方朝自己走来的叶晨 他忍不住地低声说了句Fuck 叶哥 霍华德坐着不动 脸色阴沉得有些吓人 而哈利 凯恩则是立马激动地起身 赶紧迎过去的 嗯 微微笑着恩声一点头 叶晨大踏步走向霍华德 霍华德先生 看来你似乎不怎么高兴 熟悉的地道 英文枪进入霍华德耳中 这也彻底击垮了他心中 那万分之一的设想 还是说你要见的人 竟然是一名来自华国的爆发户 这让你失望透顶了 叶晨玩味一笑 落在到了霍华德身旁 呈倾斜角度的单人沙发上 我必须得承认 我确实失望了 因为我没想到 能让U2集团 跟老凯恩赌上命运的人是你 霍华德直言不讳道 所以霍华德先生要回去吗 如果决定现在就回去的话 我可以安排我的私人飞机 送霍华德先生一程 恩无常 叶晨淡然笑作 听罢 霍华德狂升起了 立马起身离去的冲动 可不知怎么 在叶晨那淡然 且自信的笑容下 莫名的没底了 敢问叶先生 是如何知道 我跟老凯恩先生说的 金融计划是做空日元 当起身离开的冲动 被短暂压下后 霍华德没有废话地 直入正题 作为新进国际金融大鳄 我相信现在的霍华德先生 比谁都更想来上一场 能够彻底奠定 自己金融巨头地位的金融战役 同时也极其想去摆脱 那个谁谁谁的二世之名 毕竟像霍华德先生 这样的存在 我想肯定不会觉得 那种附上他人阴影的光环会 是荣耀所在 叶辰继续笑说道 然而纵观金融世界 能够让霍华德先生 实现想法的机会并不多 可以说是极其之首 但是好巧不巧 眼下机会来了 做空日元的机会来了 一旦能够把握住这个机会 并且打出一场完美的 漂亮狙击战 无疑是可以让霍华德先生 声名大噪 甚至能够一举摆脱 那个所谓的二世之名的 这一点 我相信霍华德先生 肯定是想到了 前一刻 还是阴沉着的脸 瞬间神色巨变 因为叶辰将他的心思 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地 洞悉出来了 不曾想叶辰 却是不屑一顾地摇了摇头 你之前就研究过我 关注过我 霍华德道 不 霍华德先生想多了 我没有那种 闲心思去研究你 当然 这并不是针对你 而是国际上 那些所谓的金融大鳄们 有一个算一个 都不值得 我浪费时间去研究 因为对我来说毫无意义可言 我只是听说过 霍华德先生的大名 听说过 霍华德先生的经历 仅此而已 为此认为 霍华德先生 现在需要一场 能让全世界聚焦的金融战役 以及相信 像霍华德先生 这样的人 肯定会想着 摆脱什么小索洛斯之称的 而放眼当前的金融界 能让霍华德先生 最快实现野心的 也就只有做空日元 这种金融战了 不过 话又说回来 如果霍华德先生 之前跟老凯恩先生说的 所谓金融计划 倘若指的不是做空日元 我也绝对不会给霍华德先生致电 理由很简单 不配 在叶晨那充满戏谑的语气 跟措辞下 本该恼怒的霍华德 并没有任何负面情绪 相反 内心深处莫名的 躁动起来了 能说说你在去年 是怎么知道 欧洲能源价格 会在大好的形势上 再度陷入危机 导致遭到反弹暴涨的吗 此刻的霍华德 似是并不计较 叶晨说的那声不配 沉生注视着 叶晨的双眼道 叶晨笑着耸奸贪了贪手 结合当时的国际形势所在 美利坚必定会连同欧洲 一起对老毛子 发动制裁围剿的 毕竟局势 已经将他们架到了火架上 无论如何都好 他们一定需要做些什么 而他们能做的 只有制裁这个点 基于美利坚必然会 联合欧洲 发动制裁的这一情况 从来都不是 软世子的战斗民族 绝对不可能认命 肯定会做出反击 然而 真正能让欧洲感到痛 又能对欧美同盟 产生分化效果的 只有对欧断供天然气 因为以美利坚的做派 是绝对不会放过 发展争才的机会的 只要老毛子断掉 对欧洲的天然气供应 那么欧洲 就一定得从美利坚那边购买 相信换作是霍华德先生 肯定也会想到 美利坚一定会趁 这种机会收割欧洲的 如此一来 欧洲天然气的价格 就只有暴涨这条路 并且才平复没多久的 欧洲能源危机 自然而然也会因此再度降临 后面的相信 不用我说了 美利坚会联合欧洲 对大毛发动制裁 同时还笃定大毛 会以对欧断供天然气 作以反击 并且认定美利坚会 以收割的方式 让欧洲重新上演能源危机 这 这是对欧美已经吃透了 要知道 即便是一些大国的智囊团 都一定能分析得如此精准 但凡有任何一个环节 判断错误 U2集团跟老凯恩就得破产 霍华德的眼皮颤动起来 如果没错 U2集团跟老凯恩 将会一举成为 欧洲能源的巨无霸 从莫为巨头 一举成为 傲视群雄的龙头 不是吗 夜晨笑着回了这么一句 再是补充着道 至于霍华德先生说到的那句 但凡有任何一个环节 判断错误 结合我对欧美的认知 嗯 举个例子 打个比方说吧 但凡往霍华德先生 不吃不喝一个礼拜 霍华德先生 一定会因为能量耗尽而死 但霍华德先生 只要不是一心求死 这种情况 又会有发生的可能性吗 虽说二者 看似没有可比性 但对我而言 却是不异于同样的道理 所以霍华德先生的那种 但凡假在我看来 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因为我已经认定 那是必然事件了 就好比霍华德先生 在我刚才说的那种情况下 我认为是 一定会求生的 夜晨丝毫没有顾忌地 拿霍华德 来进行乍一听 离谱至极的比喻举例 霍华德沉默起来 但并没有因为 夜晨拿自己进行这种比喻 而有所不满 这一刻 他不得不重新 审夺起了对方来 甚至是之前的那些 恼怒跟轻视 也开始了快速消退 如果夜晨展现出的 不是他对欧美国家 以及国际形势的 分析跟判定 那他绝对不会这般 自己的恼怒跟轻视 也绝对不会迎来迅速消退 可现在 当夜晨展现出那些 对欧美国家的心理拿捏 和行为拿捏后 他不得不去动容了 但是 即便如此 他也没有马上将话题 转移到做空日元 这事上面 叶先生 这么看来 你是对于你旗下 腾龙半导体科技 目前的处境 也并不担心了 因为 我没记错的话 你给我打电话 是发生在美利坚官方 公布出一系列证据 以及罗列出一系列罪名之后 没错 如果我为之担心 并且困扰的话 也绝对没有那个 把霍华德先生 邀到江州来的心情了 夜晨大大方方的坦诚笑道 所以 你有足够的自信跟把握 能够让美利坚 拿你没办法 霍华德迷起了眼来 不敢说 美利坚一定拿我没办法 只是我坚信 这场所谓全球聚焦的风波 不会对我带去太多的影响 至少我敢确定 腾龙半导体科技 不会是下一个华为 夜晨摇头道 霍华德那皱着的眉头 越来越紧 接而若有所思的 点了点头 为何你会说 做空日元是一个机会 霍华德浑然不觉 此时的自己 已经跟刚到时 判若两人了 霍华德先生 这是在试探我吗 做空日元 不就是你当前 心里头的金融计划所在吗 夜晨没去顺着 对方的节奏 反而是来上了这么一句 让节奏回到了自己这边 那不知夜先生 觉得狙击日元 这个计划的前景如何 霍华德转问道 这么说吧 就算没有霍华德先生 我也会对发动 狙击日元的计划 区别是 做空的体量而已 夜晨道 夜先生 恕我直言 仅仅只是靠分析 是不足以 能支撑得了这种 牵涉甚广的 做空计划的 霍华德道 我知道 不过我从来不打 没把握的仗 既然我会有那种计划想法 就说明了 我有着绝对的把握 夜晨掷地有声的笑颜说道 霍华德煞事间晋升 没去问夜晨的把握 从何而来 更没去问夜晨的把握 具体是什么 毕竟他清楚 就算自己问了对方 也不会回答的 在霍华德思索之余 夜晨轻飘地 再是微微笑道 霍华德先生 有兴趣合作吗 我不需要明 我只要立 我只要收割足以 如果这个计划完美成功的话 所有的掌声 都会归在霍华德先生 怎么个合作法 固然说 合作二字 是霍华德最开始 跟老凯恩提出的 但此时迎着夜晨的这么一问 他还是反问了回去 虽然我不知道 霍华德先生的 具体做空计划是怎样 不过 我能让霍华德先生的 做空计划 走向完美 甚至是百分之百地 成功狙击 当然了 再说到具体相关 做空计划上 我这边也是有着 自己的具体计划的 不过我相信 霍华德先生 不会选择全面采用我的计划 毕竟你现在需要的 是为自己奠定名声 以及摘掉小索洛斯的标签 所以我这边 就只给你进行辅助得了 夜晨道 化身未落 再是提出道 但霍华德先生 若是需要我 提供我自己的全盘计划 我想 我也绝对不会介意提供的 可你同时也笃定 我是不可能会要你来 给我提供全盘计划的 不是吗 霍华德道 他不得不承认 夜晨说的是对的 的确 就算夜晨 有自己的全盘计划都好 他也不会让夜晨 给他进行公开 更不会采用夜晨的全盘计划 来奠定自己 在金融界的地位 这不是他拖打 而是傲骨使然 他的傲骨 不允许他用这种方式 去摘掉自己身上的小索 洛斯标签 迎着霍华德的这个问题 夜晨笑而不语 一切已在不言中 霍华德转而再次问道 你打算动用多少资金 介入到狙击日元的计划中 这个不急着去说 等霍华德先生 确定要跟我合作后 再讨论这个问题 夜晨摇头道 霍华德缓缓汗了汗手 最后一个问题 你对于当前的日元 是怎么看的 知道这将是最大程度上决定 霍华德是否会跟自己 进行合作的问题 所以夜晨也没再去回避白浦 在许多进退问题上 他心里 还是能够拎得轻的 稍稍梳理了一下思绪后 收起脸上的笑容 而后围绕着日元的问题 徐徐展开了自己的看法所在 这一说 也足足说了45分钟不止 但有一点 在一些重要信息上 他并没有作意透底 甚至在前世认知的基础上 也进行了一些相对的保留 在夜晨的微微阐述下 霍华德也听出了对方的有所保留 并且知道 夜晨是刻意让他知道 自己是有所保留的 于是乎 虽是神情一直保持肃然 并且时不时做出 轻点头回应的霍华德 心中已是精震到了极点 无他 因为夜晨对于日元 以及能够影响到日元的美元体系 似乎比他 甚至是比他的整个团队 看得还要更为透彻 而且 这还是在对方有所保留的情况下 在那看似镇定泰然的神情中 霍华德心里头 早已连连振作起了 What the fuck 华国这片土地上 竟然会出现如此人物 除了暗自精震之外 霍华德也升起了几分庆幸 庆幸自己 没有因为起初时那种感觉 被耍斑的恼怒 从而冲动离去 至此 他已经能够确定 自己先前做出的选择 是对的 这趟华国之行 哎对了 霍华德走了 从落地江州到离开江州 满打满算都没超过四个小时 甚至连夜晨让他留下来 吃个晚餐休息一晚 都被他婉拒掉 但这并不是出于排斥跟夜晨合作 才会选择如此来去匆匆 相反 在夜晨围绕着日元这一话题展开的阐述下 已经彻底折服了他 合作的想法 已经强烈地在心里头扎根了 为此 婉拒夜晨的说辞 则是等到庆功宴上 他再来江州好好庆祝一番 还是跟霍华德会谈的大厅里 待到将霍华德送出腾龙酒店后 哈利 凯恩便马不停蹄地赶了过来 跟在哈利 凯恩身后的 还有张景山 叶哥 叶哥 哈利 凯恩跟张景山连声喊道 嗯 在夜晨的微笑点头 恩声下 张景山迫不及待地问了起来 叶哥 什么情况这是 你怎么跟国际金融大鳄给扯到一块去了 你猜 叶晨不以为意地笑道 怎么着 咱们要挥军金融市场大干一场了 张景山想都不想便脱口而出 对 具体的到时候你就知道 先不用急着去刨根问底 到时会有你的一份的 叶晨道 拖 那我只能暂行按捺住自己 那熊熊的好奇心了 张景山咧怎一笑 叶哥 霍华德这算是已经明确想跟咱们合作的意向了吗 哈利 凯恩道 他没有比这个更好的选择 叶晨道 相信用不了多久 他就会主动找我了 那叶哥你这次是打算亲自下场 哈利 凯恩道 殊不知叶晨却是名嘴摇起了头来 不 之所以我会选择跟霍华德来合作 是打算让长风打入到霍华德的那个圈层中 同时也让长风 能够尽可能地在那个圈层中站住脚跟 从而可以组建起一支咱们自己的团队 嗯 那要一叶哥你这么说的话 你是打算后续让长风去跟霍华德进行对接 把跟霍华德合作的计划交由他去负责 哈利 凯恩正起身来 对 不过不仅仅是长风 还有你 你俩 直接跟霍华德对接 再就是长风 若想在华尔街的圈子中站住脚跟 也还得你去给他打打 配合才行 叶晨点头道 文言 哈利 凯恩微微挑眉 稍作思索后 叶哥 恕我直言 长风的家世身份 合适踏华尔街吗 他毕竟是华国高层的子嗣 这恐怕引发不少麻烦吧 混进华尔街的巨头圈子 并不意味就一定要抛头露面 我只是让他去打下一个基础而已 后续再推出其他人来挂帅 叶晨笑着摇了摇头 再次补充一句 如果哈利 你是那么料的话 那面大旗也可以让你来扛 我 不不不 我就算了 U22集团还在等着我去掌舵的 哈利 凯恩 立即苦笑表态 玄机画风一转 叶哥 你让我跟着霍华德来江州 应该不仅仅是因为跟霍华德之间的事吧 你肯定还有其他交代的 对吗 嗯 两件事 一件事抄底黄金 这会是一个绝对的收割机会 接下来几天 你要是不急着回英文的话 你可以去跟长风 好好交流交流 其次 我想以你为中心 去组建一个除华国之外的资本组织 尽可能的去吸纳世界各地的新生代资本 甚至是到时我会给你提供一份名单 让你去将他们吸纳进来 叶晨到 组建资本组织 哈利 凯恩心头大振 没错 资本力量 在国际社会上究竟有多大的影响力 我相信你绝对清楚 而我要的 就是在世界上有着一定的话语权 这 才是咱们能够在世界舞台上 立于不败之地的筹码 叶晨肃然正声 他没说的是 资本力量可以影响世界ZZ 甚至还能左右世界ZZ 就如同由太集团的存在般 不过他虽然没说 但哈利 凯恩也已经明显 秀出了他的野心所在 一时间口干舌燥的 连连蠕动起了喉咙来 他知道 叶晨的野心很大 可没想到会大到如此程度 怎么 不认同我的想法 跟说法 见哈利 凯恩没作声 叶晨不由打趣着 再是如是一说 不 不 哈利 凯恩忙慌说了三个不 我就是没想到 叶哥你的野心 竟是如此之大 我想 只要条件允许 没有任何人会抗拒 在世界上 获得更大更高的话语权 叶晨淡淡一笑 叶哥你指啊 我打啊 无条件服从 无条件听命 没再就 野心二字去多说 哈利 凯恩眼神 炙热地迎着叶晨的眼神道 如叶晨所说 莫人会抗拒 在世界上 获得更大的话语权 他哈利 凯恩 同样是不例外 当然了 如果这话 不是出于叶晨 他一定会嗤之以鼻 这就好比一个社会底层说 没人会抗拒 占上财富的金字塔 说自己也想 占上财富金字塔 虽然实施那么一回事 但从社会底层口中说出 那就是一句废话 可从叶晨嘴里 说出来的话 兴致则不然了 至少早已将叶晨 给神话的他 无论叶晨 表露出何等野心来 他都不会觉得 那是天方夜谭 嗯 等你回英伦时 我会将计划及任务 全盘交给你的 叶晨点头 微微笑作 华落 从沙发上站起身 景山 叫一下长风纪委来一趟 咱们有段时间 没好好聚过了 今晚就一块 在腾龙酒店吃顿晚饭吧 妥了 我这就招呼他们 入夜 久违的团体小续 在腾龙酒店 拉开了序幕 或许是心有灵犀似的 连同哈利 凯恩在内 众人全都没提 有关于夜晨当下 跟美丽坚之间的事 甚至包括 抄底黄金 以及做空日元 等等这些话题 餐桌上 都没有座椅任何提及 更多都是在回忆着往昔 凯探着过去 展望着将来 然而随着饭局 进入到尾端 当夜晨说到 已经开始规划退居幕后时 几人全都有种 无所适从的感觉了 若是夜晨退居幕后 那他们又该如何 哪怕说甩手掌柜 跟退居幕后 看似大差不差 但归根起来 性质上无疑是截然不同的 甩手掌柜 意味着夜晨 还会一直活跃在大众视线中 而一旦退居幕后 将等同于彻底 淡出公众世界了 你们说 如果夜哥隐退了 那咱们几个怎么办 腾龙酒店外 目送着夜晨的防弹红旗离去后 赵继维眼神有些恍惚的 在夜风中问声道 张景山没作声 李长风也没作声 但彼此的神情 却是异常凝重 没认识夜哥之前 我的人生目标很明确 甚至是都已经规划好了 但在认识夜哥后 我之前所谓的人生目标 以及规划 竟是在无形中早已被实现 本该走几十年的路 硬是在夜哥的带领下 短短几年就给走完了 现在 我甚至是都 不再去定什么目标 不再去制定所谓的人生规划 因为我觉得 任何目标跟规划在夜哥的带领下 都是不值一提的 赵继维恍惚依旧地摇起头来 然而今晚听到夜哥说到 开始计划隐退幕后的事后 我突然就迷茫了 哪怕知道夜哥这根定海神针 一直都会在 足以让咱们走在坦途上都好 可我还是忍不住地有点心慌 对未来有种无所适从的心慌 就好像失去了什么 纵是说夜哥早就已经说过 打算四十岁就退休 但过去好像并不觉得怎么 直到今晚 直到刚才 心里头对于未来 一下子就没底了 张景山想了想 我也一样 原本内心有些乱的赵继维 乍一听到这么一句 酝酿着的情绪瞬间崩了 滚犊子 隐退幕后 是夜哥绕不过的必经之路 夜风中 李长风吐了一口浊气 突然缓缓开口道 你这不废话呢吗 夜哥还能一辈子都站在台前啊 别说是夜哥 咱们几个能一直奋战台前啊 能一直都不退休啊 张景山美好气的嚷声起来 有时候我真觉得 跟你说话是对牛弹琴 真不知道 你到底是真缺心眼 还是假缺心眼 李长风白了他一眼 无奈道 好在这会儿的张景山 没有继续当下去 信信然的清了清嗓子后 等着李长风继续往下说 别忘了 夜哥可是林家子四 是林朝阳林老的孙子 是林峰雪林部长的儿子 这些家世信息 迟早都会被曝光的 并且绝对不会 发生在很久之后 夜哥太过于耀眼了 动不动就让全世界为之聚焦 如果夜哥的真实家世背景 一旦曝光 顶着那种家世光环的夜哥 还适合像现在这样吗 答案是毋庸置疑的 一旦家世曝光 他将会被套上无数的束缚 除非说他不在意林家 因他而遭到的影响 当然了 我相信 深正不怕影子歪的林家 肯定不介意那些 但就凭咱们对夜哥的认知 你说他会任由林家 因为而处于长期的风口 浪尖舆论热议上吗 不可能的 这也决定了 倘若夜哥的家世身份 一旦曝光出来 隐退幕后才是最佳做法 所以 我相信 夜哥肯定早就已经想过了 只要家世身份一旦曝光 肯定就会选择退隐幕后 甚至他有可能 还会赶在家世身份曝光之前 就选择急流勇退 在赵继伟跟张景山的证然中 李长风稍稍一顿 接着继续道 再说点你们不知道的是 无论是紫禁庙堂 还是紫禁智囊团都好 都希望他能够赶紧隐退幕后 嗯 听闻此言 张景山跟赵继伟 一下子只瞪起了双眼 什么玩意 张景山猛呼声 庙堂那边跟紫禁智囊团 都希望夜哥赶紧引退幕后 几个意思这是 难不成担心夜哥的家世身份 被曝光后 所造成的风波影响 将会影响到紫禁朝堂不成 这是不是有些过了 夜哥没头没抢 没违法没犯罪 更是没借助过林家的能量 来构筑自己的商业帝国 甚至跟林家相认 都是在他发家崛起之后的事 这怎么还能牵扯到那些 不是这么一回事 再大的舆论 都不可能动摇得了 紫禁朝堂那边 更何况是你所说的那些 李长风摇头道 那还能是什么 张景山无缝衔接 知道何正风何老吗 李长风问道 何正风何老 紫禁智囊团的第一把交椅 有着当前第一国事的 何正风何老 张景山还没来得及应答 赵继伟便是抢先一步道 对 李长风轻易汉手 何正风何老将 叶哥视为了接班人 并且 老总对叶哥也是万般青睐 也希望叶哥能够进入紫禁智囊团 基于此 你觉得 他们会不希望叶哥赶紧退以幕后吗 只要叶哥一天还在台前 商人身份都将决定他 不适合进入智库大院 甚至是也不敢 让他进入紫禁首席智囊团 卧槽 第一国是何正风何老 还将叶哥当成了接班人 话而言之 这岂不是让叶哥来领衔紫禁智囊团 岂不是让叶哥背负起国运重任来 张景山高声惊作 能不能别一惊一乍的 要不要给你个喇叭 李长风无奈地看了他一眼 不是 就你说的这些 我能不一惊一乍吗 张景山哆嗦起了嘴皮子来 那我要是跟你说 叶哥私下已经几次被老总召见 你不得更惊诈了 李长风摇头何笑道 靠 你说叶哥私下已经面胜几次了 张景山的大脑瞬间原地当机 素来要比张景山沉稳得多的赵继伟 同样是宛如实话 如果说叶晨跟老总见过几次面 他们断然不会觉得有什么 但是 普通见面 跟赵见面胜 这他妈是天壤之别啊 对 老总对叶哥的青睐 远远超乎所有人的想象 不仅仅是老总 整个紫禁庙堂都是如此 近代以来 从未有任何人 是任何人 而不是局限于 在企业家这个范畴中 从未有人像叶哥似的 能得到紫禁朝堂的那种青睐及看好 这也是为什么 咱们官方在腾龙半导体科技的这场 已是上升到国际层面的风波中 会如此强硬 这并非因为叶哥是林家子四 更不是林家的运作使然 纯粹就是紫禁庙堂 对叶哥赋予了太多且太高的既往 从某种程度上 甚至可以说 叶哥能让华国在接下来的发展中 赢得更多的先机 能让华国跨过许多当前横跟在眼前的坎 所以 谁敢动叶哥 那就是在对华国发出最极致的挑衅 说着说着 李长峰的鸡皮疙瘩 也都不受控的起来了 在李长峰的这些话下 张景山跟赵纪伟头皮发麻的对视起来 此刻 已是不知该如何去形容内心深处的震惊了 试问 在华国的历史上 无论是近代也好 甚至是古代也罢 有过这种人物吗 正当张景山准备多声回应时 口袋里的手机 属然急促响起 掏出一看 张兴国 虽说父子间的关系 已经激进修复了 可张景山 仍是很少跟父亲 有上过多交流 就算是通电话 也极为之少 而上一次 张兴国给他打电话 还是在婚礼之前 所以 那老小子这么晚了 给自己打电话 干嘛这是 喂 说 深呼吸 将先前心头的精震平复下来 张景山淡淡道 殊不知 那头立马传来了张兴国 那止不住的抽气 刹那间 这也让张景山 眼皮狂跳的升起了不祥预感 你爷爷快不行了 赶紧回来一趟 张兴国哽咽道 什么 猛然间 张景山浑身止不住的疯狂陡颤 我现在就回去 嘴皮子剧烈的哆嗦着 说吧 双手颤抖不已的挂断了电话 这一瞬间的张景山大脑彻底空白 出什么事了 见到张景山这模样 赵纪伟跟李长风惊慌呼道 我爷爷快不行了 猛摆头多颤着说了一声 大脑空白的张景山 如同盲头苍蝇般 往前四处张望窜去 我车呢 我车呢 我车在哪 我车在哪 明明车就停在机密外 可此时 大脑乱作异团的他 却是不知该往何处去 多颤的泥南中 双脚更是亮腔的半算摔了下去 车在这 我跟你一块回去 李长风心急如焚地大喊一声 将他给唤醒 随即赶紧掏出钥匙 解锁自己的车 暂时匆匆忙把 摔倒在地的张景山 让自己那辆保时捷 帕拉梅拉的后排坐推进去 继尾 赶紧上车看着他 好 慌神中还想着 自己去开车尾随的赵继尾 被李长风这么疑惯 这才后知后觉的 赶紧掉头转身 冲向帕拉梅拉 拉开另一侧车门坐了进去 驾驶座上 一向都闻名驾驶的李长风 迅速挂挡踩油门 帕拉梅拉咆哮着冲穿起来 紧接着也顾不得什么 交规不交规的了 一路高速急行 见缝插针 一些时候 连红绿灯也顾不上的疯狂冲行 因为他很清楚 如果无法让张景山 见到张老最后一面的话 这将会是张景山 一辈子都难以释怀的遗憾 长风 要不要跟叶哥说一声 连着闯了四个红灯后 后排坐上 紧紧搂着张景山的赵继尾 这才慌声问道 叶哥 你赶紧给叶哥打个电话 精神高度紧绷状况下的 超速行驶中 李长风不敢让自己分心 只能将打电话通知叶晨的任务 交给了赵继尾 好 一手紧紧搂着张景山 赵继尾一手掏出手机 按下了叶晨的号码 不多时电话被接通 叶晨的声音传了过来 继尾 怎么了 尚未回到半山别墅区的叶晨 迟疑问道 叶哥 景山刚才接到电话 说张老快不行了 我跟长风现在正带着景山 往张老的院子赶 赵继尾快声说道 什么 叶晨本能的高声精作 不带那头的赵继尾应声 我这就过去 没有过多废话 叶晨立即挂断电话 冲着开车的唐松道 唐松 掉头 去张老的院子 叶董 怎么了这是 迎声快速打着方向盘的唐松 连忙问道 张老快不行了 在叶晨的回答下 唐松没再多说半句 脚下油门往下身材起来 他知道 叶晨跟张维明 这段忘年交的感情 十多分钟后 保时捷帕拉梅拉 回到张维明退休后 一直居住的院子 外头 已是停着好几辆车了 其中还有医院那边的救护车 一下车的张景山 亮亮呛呛的哽咽着 就往里头冲 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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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进到院子 张景山就放声大喊 得跑入屋内 客厅里 张维明气弱油丝的 躺在沙发上 边上跪着泪流满面的张星国 还有好些名双眼发红的医生 为什么在这处着 为什么不送医院 他妈为什么 然而在看到这一场面后 张景山情绪失控的吼了起来 接着一把把跪在地上 守着老爷子的张星国给推开 全身发软的 就要抓起张维明的手 爷爷 咱们去医院 去医院 没事的 您瘦比南山 没事的 咱们这就去 张景山哽咽着哭泣道 不 不用去了 张维明虚弱的挤出苍白的笑容来 接着死死握住张景山的手 别 别骂你吧 不是他不送我去医院 是我不愿意去 我自己知道自己的情况 大线到了 去 去也没用 相比 相比起在医院离开 我更想在家 嗯 嗯 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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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景山一把鼻涕 一把泪的猛点头 但马上又猛摇头 不 爷爷您肯定没事的 您长命百岁 受比南山 说完再是冲着一旁医院 那些权威的专家教授们大吼 曹 你们愣着干什么 愣着干什么 快 快给我爷爷看看 别喊了 在张景山的失控情绪下 张新国抽气不已的赤声起来 已经给你爷爷看过了 刘副院长唐教授他们也说 不用去医院 你爷爷就是想跟你见上最后一面说说话 你能不能别这么昏求 紧着张新国的话落 一旁那几位权威级的专家教授 并没有不满张景山的不敬 为首的刘副院长红桌眼道 景山 咱们理解你的心情 好好陪陪老叔姐 他刚才就一直在念叨你 说完 刘副院长给其他几人使了个眼色 旋即彼此不动声色地走出屋 但并没有离去 而是留在了院子中 刘副院长 唐教授 怎么 本想跟着进去的李长风 跟赵继伟一看到走出来的几名医院人员 顿时猛地驻步 李长风急忙看向熟悉的刘副院长 跟唐教授开声 可没等把话说完 叶晨的防弹红其道了 几人本能的下意识 齐齐转头看去 叶哥 叶哥 叶董 看着一脸着急 快步走路的叶晨 李长风赵继伟 以及刘副院长唐教授 还有其他几名医院人员 连声急忙到 匆匆点头的叶晨 先是远远的朝屋内看了一眼 在世只不问道 怎么回事 老书记不是好好的的吗 怎么就 叶董 张老的岁数 毕竟已经摆在那 加上一些大部分老人 都避不过的基础病 该说不说 这种情况也不稀奇的 不过也好在新国今晚正好在家 即使给老书记 扶了安宫牛黄丸 不然 恐怕连跟锦山间最后一面斗 后面的话没再说下去 但刘副院长的摇头 也已经是等同于严明话译了 现在张老不是还在吗 怎么就不送医院去 纵是心里头很清楚 可叶晨还是忍不住的红桌眼问道 叶董 安宫牛黄丸 在老书记这种情况下 也是顶多续上那么一回而已 去医院的意义 已经不大了 而且 老书记的态度也很坚决 他就想留在家里 不想将自己的弥留之际 放在医院 所以咱们只能尊重他 而且说实话 这也是最好的选择 毕竟去医院不仅意义不大 真要进行无谓的治疗 那也是让老书记 在最后的时间里遭罪罢了 刘副院长道 嗯 辛苦你们了 叶晨点了点头 其实真要说的话 他对于张维明 眼下即将走至人生终点 也不能说是意外了 作为前世 经历了与世长辞的重生者 当张老爷子去年年末 给他打那通电话 说是预赶到大县江志时 前世本就经历过那些的叶晨 便知张老爷子的受限 肯定是已经无几 并且是大罗金仙都 回天乏术的那种 甚至说点玄乎些的 若不是有张景山 跟沈瑶结婚一世冲喜 张老爷子能不能撑到现在 都还得两说 景山的情绪怎样 叶晨看向赵继伟跟李长风 他开始接到消息时 都找不着呗 明明车就在一旁不远 他还到处找车去 最后还两脚半算摔了一跤 后来是长风见状 赶紧把他带上车 我在后排负责稳住他 长风负责开车 这才把他带回来的 召集伟道 话声刚一落下 刺耳的急杀声 暂时顺着灯光的亮起 从院子外头响坐 紧接着 就见沈瑶无比慌乱地狂奔进来 叶晨 慌张神色下 仅仅只是喊了一声 叶晨的沈瑶 也顾不得其他人了 急忙冲入了屋内 叶哥 你跟张老师忘年叫 你要不要去见见他 李长风呼了口气 看向叶晨道 先让景山跟沈瑶和张老 说说话吧 他们才是最重要的 虽然明知道 自己这个角度 什么都看不了 但叶晨还是不由 在本能的驱使下 往屋里头张望了几眼 随后缓缓摇头道 此时的屋内 张维明正紧紧地 抓着张景山跟沈瑶的手 做着人生当中最后的交代 当然了 无非就是让他们 要白头偕老恩爱这些 只是在老爷子 表述到 没能抱上重孙的遗憾时 早已泪流满面的张景山 那就到了极点 哪怕他知道 老爷子过往的夙愿 就是能看着他成家 能抱上重孙 可他自始至终 都没太在意那些 直至这一刻 在老爷子亲口说出遗憾后 他才感到无尽的愧对与自责 待到老爷子提及到叶晨时 沈瑶才挂勒道 爷爷 叶董也来了 他现在就在屋外 小叶来了 不曾想听到叶晨来了的张维明 瞬间犹如回光返照般 不 不该说是犹如 而是的确回光返照了 这也预示着 弥留的最终倒计时 正式开始 快 快 快让小叶进来 看到老爷子精神瞬间 重新焕发的张景山 跟沈瑶顿即哆嗦起来 他们显然也知道 这一情况代表着什么 而一旁的张兴国 则是赶紧应声 转身快步往外走了出去 张叔 张叔 张兴国这一跑出来 叶晨跟赵纪伟 李长风三人 立即连声喊作 一一回应后 张兴国着急冲着叶晨道 小叶 老爷子说想见见你 方便吗 我也想跟张老见见 扔出这句话 叶晨动身赶在张兴国身 前往屋里快步走入 叶哥 叶董 屋内客厅沙发上 一看到叶晨进来 脸上满是泪痕的张景山 跟沈瑶顿即喊了一声 随后 张维明的声音 紧跟着响起 小叶来了呀 说着 就要从沙发上撑起身 见状 叶晨三步并坐两步 急忙上前 把张维明给稳住 赶忙到 老书见 您躺着 您好好躺着 好好 听你的 听你的 脸上焕发出回光返照的几丝红润 张维明开怀着道 旋即不等叶晨再开口 便是朝张景山沈瑶 还有张兴国道 景山 沈瑶 兴国 你们先出去一下 我跟小叶聊聊 固然 已是早就意料到了老爷子 肯定会把他们支开 可张景山 还是一步一回头的寒泪 看着张维明 他心里知道 这可能就是自己见到的最后一面了 待到三人离去后 回光返照的张维明 是才笑看着叶晨开口 小叶 我之前 给你打电话说的感觉自己 时日无多大限将至 不是忽悠你 那种第六感 的的确确是真的 就好像冥冥之中的通点 老书见 咱不说这些 不说这些 叶晨抓扣着张维明的老手 强颜欢笑着道 好好 不说 不说 欣慰一笑 张维明继续道 小叶 这是咱们见的最后一面 也是聊的最后一次了 说实在话 我是真没想到 还能有机会跟你见上 这最后一面 想想这或许就是 老天爷给我的最后恩赐了 哈哈 可哈哈 说笑声刚落 张维明便剧烈的咳嗽起来 这让叶晨手忙脚乱的 赶紧来回清 揉起对方的心口来 带到张维明的剧烈咳嗽 对平复下来后 叶晨适才硬说道 张老 您千万别那么说 如果无法见上您最后一面 这也会成为我的遗憾 所以在得知您的情况后 我第一时间 就让唐松 掉头往您这赶过来了 小叶啊 你知道我在感觉到 自己时日无多后 想的最多的是什么吗 不是新国 不是景山 更不是没能抱上重孙的事 而是咱们之间的这段忘年交啊 我总是在想 如果没有你 我老张家又会如何 嗯 如果没有你的话 景山在几年前 估计会掉入别人 给他精心准备的桃花陷阱里 你是知道的 这年头的网络这么发达 舆论一旦引发名分 且不说 有没有会出手 去保景山 就算有人保 我张维明 也会亲手 将那小子送进去啊 因为不管那是不是个陷阱都好 只要景山 的确是违背了妇女意愿 那就没什么可狡辩可说的了 所以我就在想啊 如果景山真以为 被妇女意愿进去的话 作为前江州之主的我 肯定无言 再去面对江州百姓 甚至是全社会 剩鼻子能透气 在景山之后 又是新国 要不是你看出 孔立群的奸诈面向 让新国好好调查调查 那么那些 被孔立群偷梁换住 阳凤英围的功成 就得爆雷 这雷一爆 新国就铁定得进去啊 先是景山违背妇女意愿进去 再是新国因为 豆腐渣功成郎当入狱 你说 这让我还怎么活啊 本来就剩两个鼻子 能透气 这一来 定然也会被黄土给彻底埋过了 所以要没有你 我老张家早在四五年前 说到头 我这几年的命 是你给续的 你不但续了我的命 不但给了景山 跟新国重生 如今张家的兴盛 新国事业的红火 景山的机遇造化 全都是你给的 全都是你 给撑起来的呀 或许回光返照的人 更多时候 都会追溯过往 所以即使类似这些话 张为明 老早就已经说过 但此时 还是在类物打转中 又说了起来 张老 这是冥冥之中我跟您 还有张叔 跟景山的缘分 命运的缘分 冥冥之中 注定老张家 不应该以那种悲戏落幕 注定您老 那些年里的 呕心沥血鞠躬尽瘁 为国为民会得到因果的 老天爷 是有眼的 你老张家 哪能在呢 叶辰轻拍着张为明的手背道 天有眼 对 天有眼啊 嗨嗨 可嗨 张为明笑着笑着 再又剧烈咳嗽起来 在叶辰那连连轻柔心口的安抚下 才又对以平缓下来 此时的脸色愈发红润 这也昭示着 剩余的时间越来越少了 老头子我这辈子 没怎么求过人 唯独你 这次在这迷流之际 我再求你一回 求你好好照看着景山 跟新国 当然 不是让你对他们 没完没了的庇护 不是让你带着他们 赚取更大的财富 而是我怕他们会为富不仁 怕他们因为掌握了 财富就肆意妄为 所以 老头子希望你帮我看着他们 如果他们敢做出任何违背律法 违背道德 违背人伦的事 你就给我往死里收拾他们 若是他们一错再错 你就帮我 将他们打回原形 我宁可我张家后代清贫度日 也不让他们 为富不仁肆意妄为 万万没想到张维鸣 会是给自己交代这些 叶辰快声应道 您老放心 张叔跟景山不会令您失望的 而且有我在 我也绝不会让他们情况发生 好好 还有小燕 我要是不在 新国跟景山这父子俩保不齐 又会闹矛盾 保不齐谁都不听谁的 所以我还有个不情之请 一个过分的不情之请 那就是 希望你替我去稳住他们 我知道 景山到现在都还不待见他那个后 暂且说是后妈跟弟弟吧 这是我估计迟早都还得爆发的 我恳求你去替我 稳住老张家的局面 我不知该如何交代你去做 总而言之 你就以你的想法 跟看法去决定即可 老头子 我相信你 只要你愿意站出来 张家就乱不了 张维鸣不断地连连咽着声 急促也开始 渐渐变得越来越急促了 嗯 张老 我答应你 答应你 叶辰道 好好好 张维鸣露出了笑容 接着目光看向天花板 笑着道 小燕 我好像看见景山他奶奶了 我就先随他去了 咱们这就这就别过了 来生来生 来生再再再见 说完 张维鸣缓缓地带着笑容闭上了眼 手也随之搭拦了下来 张老 安心走吧 看着刻着挂笑 耳中的张维鸣 叶辰的脑袋里 也放映起了这段 忘年交在过往的点点滴滴 最后 长呼一口气 呢喃的轻声道 轻轻将张维鸣的手给松开 叶辰站起身来往外走去 叶哥 叶董 小叶 还没走出屋门 外头一行人连忙迎了过来 叶哥 我爷爷他张维鸣急促地多着声 显然知道了情况所在 叶辰神情肃穆 眼中带着几分悲伤 嗯 张老走了 很安详 还带着笑 然而 虽说已经预想到叶辰的这一回答 可张维鸣还是彻底忍不住地放声嚎啕大哭起来 就在他痛哭着要往里面冲入时 新国 爸 新国 爸 老爷子 爷爷 现在怎样了 两道身影从院外跑了进来 一名珠光宝器 四十来岁的中年女人 跟一名十几岁的少年哽咽着喊道 正是张兴国的第二任妻子 以及其生的孩子 虽然他们不是第一次来到这座院子 但这却是第一次跟张景山 共同出现在这座院子 殊不知不等张兴国开口 情绪失控的张景山 猛地止住了往里 冲的身形 甩头冲着这对 一直都不被他所待见的母子怒吼道 赶紧给我滚 从你们家来着需要这么长时间吗 爷爷弥留之际 没见你们的身影 现在爷爷走了 你们还过来干什么 滚 给我滚 面对着张景山的咆哮 那对母子没敢给出任何回应 可还是哭着就要往里走 张兴国 你敢让他们进去 我他妈就跟你彻底断绝关系 眼泪不止的张景山大喊道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 景山过分了 没等张兴国有所回应 叶辰便率先沉声 呵斥出声 张老刚一闭眼 你就整这么一出 你是想让他老人家走都走都不安心吗 被叶辰这么一通呵斥 张景山那剧烈的情绪迅速回落 哽咽着抹泪道 叶哥你是不知道 在你进屋之前 爷爷喊了好几次张兴国那儿子的名字 问他来了没 说想见一见他 爷爷到临终前心里头都还惦记着他 可结果却是 直到爷爷走了 都没能见上他一面 要是他们不在江州赶不回来也就算了 他们就在江州 就在江州 但足足一个多小时 他们都没能出现在爷爷面前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景山你听我解释 中年妇女哭着就要解释 但张景山不给他机会 事已至此 不用解释 滚蛋 景山哥 我跟我妈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是知道爷爷的情况后 着急起来摔了一跤 脑袋后面流血不止 为了见爷爷最后一面 我妈没把我送医院 就请找了个社会医疗服务站点 让他们给我止住血 然后就飞奔过来 还闯了几个红灯 只是没想到中途 还是遇上了塞车堵住出不来 景山哥 我没骗你 真的 十几岁的少年 哭泣不止地连连解释着 还转头将脑袋后面纱布 呈现给张景山看 众人这才后知后 觉得对方来的时候 脑袋上就包着绷带 不用管他 赶紧进去吧 叶辰将张景山拽到一旁 看着那对母子道 谢谢叶董 谢谢L叶董 母子二人朝叶辰头去哽咽眼神 赶紧往里哭着 跑了进去 张星国抹了抹泪 不知该说 什么的他也唯有紧随其后 冷静点 别闹这种幼稚的情绪 无论你再怎么不待见都好 他们都是张老的儿媳跟孙子 他们有那个权利 有那个资格 这不是你想怎样就怎样的 另外 我想也不希望张老走得不安心吧 他的在天有灵 要是看到后事还没开始办 你们就闹出种种事来 你让他怎么想 你让他怎么安心 将语气平复下来 叶辰好声劝说着 叶哥 我没爷爷了 我没爷爷了 自从我妈走后 我都是跟在爷爷身边的 以后我再也见不到他了 再也见不到了 哇的一声 跟个孩子似的 张景山扑到了叶辰身上 紧紧抱住叶辰 埋头在叶辰的肩上 放声大哭道 此时此刻 不知该如何去安慰的叶辰 唯有抬手轻拍着对方的后背 生老病死 是世间规律 谁都逃不过这些轮回 节哀吧 没有推开张景山 任由这张景山 就这么趴在自己的肩头上 放声痛哭着 待到张景山松开时 叶辰的肩上 也早已彻底湿透 跟沈瑶进去吧 好好收拾一下自己的情绪 给张老操办后事 切记千万再去 跟他们闹情绪 说完 叶辰看向一旁的沈瑶 沈律师看着他 别让他乱来 嗯 会的 叶董放心 双眼通红的沈瑶点了点头 这时的张景山 也抬手将眼泪擦去 深呼吸地调整起了 自己的情绪来 叶哥 刚才是我冲动了 以后不会了 咽了咽声 时间也不早了 叶哥你跟长风 纪委他们先回去休息得了 这边咱们会处理妥当的 好 姐 没有去说 那些无谓客气话 叶辰汗手硬落 抬手拍了拍张景山的肩膀后 这才朝李长风 跟赵纪委使了个眼色 姐 赵纪委跟李长风 跟上拍了拍张景山的肩膀 随后在张景山 那强颜欢笑的点头中转身 紧随叶辰身后 走出院子 叶哥 咱们不需要做点什么吗 院外 赵纪委率先问道 你觉得 有什么事需要你们去做的 叶辰反问一声 赵纪委顿急哑然 张老作为 前江州之主 并且是功绩色彩 最为浓厚 可以说是 名垂千史的前江州之主 后续事宜 官方会配合景山 跟张树去跟进的 叶辰给出了说法 而后摇摇头道 走吧 回去吧 没在理会 赵纪委跟李长风 坐进了防唐红旗的后排座 路上一直沉默不语 表情沉重到了极点 与此同时 天空突然下起了雨来 四世对张老爷子的雨势 长辞做出哀悼般 看着窗外的犀利 跟张老爷子这段 望年之交的过往点滴 再一次如同走马灯的 从脑海中放映起来 尤其是想到自己 上次在湘江遇袭后 张老爷子在得知情况后 第一时间跑到医院 看自己时的那般紧张着急 叶辰便是控制不住地 再红起了眼 张老 一路走好 面朝窗外 叶辰验声轻难 不知不觉 防弹红旗 回到了半山别墅区 直至车辆驶入车库后 叶辰都仍是没能回过神来 最后还是 唐松的提醒 这才后知后觉的缓神下车 一号别墅 坐在客厅里 等着叶辰归来的陈一诺 赶紧迎过去 急歇道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我都准备给你打电话了 嗯 去了一趟张家院子 叶辰应声 然而 看到叶辰的神色极其不对劲后 陈一诺顿急一愣 连忙道 不对 出什么事了这是 你的神情不对劲 张老走了 连连如动了 挤下喉咙 叶辰才缓缓说出这四个字 什么 张老走了 陈一诺很是明显的郊区一颤 对于那位备受江州百姓爱戴的 前江州之主 由于叶辰的原因 他有的也不仅仅是 敬意这么简单 想到每每跟叶辰逢年过节 去探望对方时 对方的万般亲和慈爱 以及总会给叶悠悠 以及小林霄 讲述着华国跟江州的 种种历史及故事 回想着昔日的那一幕幕 陈一诺一时间 似乎有些难以接受的急忙道 什么时候的事 张老前段时间还好好的 也没见有任何的不妥之处 这怎么 这怎么突然就走了 刚刚不久的是 我是从腾龙酒店回家的路上得知 张老快不行了 然后让唐松掉头赶往张家院子 幸好也见到了张老的最后一面 不然 这也得成为咱们彼此的遗憾 叶辰长吐一口气 语气很慢地沉重道 想到张老的岁数所在 能够无疾而终安详离去 这或许也是最好的轮回结果了 这一夜 叶辰睡得并不安稳 只要一闭上眼 总是会想起 自己跟张维明在这段忘年交中的点点滴滴 尤其是初识张维明 跟对方在张家院子葡萄架下的各种对话 虽然几年过去了 但在回想中 却是无比的清晰晚露昨日 睡得不安稳的 并不止夜晨 连枕边的陈一诺 也是来来回回辗转反侧 即使说他跟张维明之间的相处 谈不上太多 但那位老人 为江州做出的贡献 给江州带来的蓬勃 他也没少从父母口中听说过呀 饶是连母亲那么刻薄的势快之人 每每提及张老书记时 也都是各种发自肺腑的敬重啊 老夜 睡了吗 不知过了多久 陈一诺突然开口亲身问着 没呢 夜晨回了一句 张老的追悼会什么时候进行 我也想过去出席参加 陈一诺道 行 那时候跟你一块过去 应该不会拖太久的 夜晨道 哎 你说 怎么就这么突然呢 上次见他时 他的精气神也都还好好的啊 去年那会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张老那天给我打电话 让我帮景山挑成亲日子时 就有说到 他感觉自己时日无多了 骑士人到了那种岁数 类似这种直觉 一向都挺准的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 我就已经想过这种结果了 万幸的是 他老人家撑到了景山完婚 要不然 这才是最大的遗憾 夜晨道 可惜的是他没能抱上重孙 很久之前 他老人家就有跟我说过 要是能活到景山完婚 并且抱上重孙 那这辈子就知足了 陈一诺翻了翻身 你说景山那小子怎么想的 就这岁数了 还都不考虑生儿育女的事 也就是你催他结婚而已 不然恐怕他到现在 都还没跟沈瑶结婚 那样一来的话 张老走的又得有多不舍啊 没能抱上重孙 张老遗憾归遗憾 看能够看到景山完全 总归也是知足了 至于景山 怎么还不考虑生儿育女的事 他跟沈瑶肯定有自己的想法 保不齐他们 现在已经在考虑要孩子 甚至是可能已经怀上了也一定 不过这些就不是 咱们该去操心的了 夜晨道 老夜 陈一诺再世轻唤一声 嗯 你爷爷的岁数比张老还要大 本来我没想过那些的 但今晚知道张老家喝后 我就止不住的有些担心 他老人家的身体 陈一诺道 他老人家的身体有医疗团队长期 甚至是时时跟进着 就好比我这趟入京回了一趟四合院 跟他老人家稍微聊得晚点 保健医生跟管家 就来催促好几回了 所以不用过于担心 毕竟担心也没用 也担心不来 顺其自然就好 夜晨道 话罢 似是不想再让陈一诺胡思乱想 轻轻揉揉揉的家人的脑袋 夜晨几笑道 好了 别瞎想了 赶紧睡吧 嗯好 是 关于前江州之主嫁和戏区的消息 在江州相关部门 以及张新国做出的复告中流传到了网络 对于这位为江州的经济发展 做出过不少贡献 赢得了无数江州人民拥戴有加 甚至是在地校教材中 多有一席之地的老人 网上绝大多数人都是表以哀悼之情 但也出现了一小撮搞事分子 拎出了张维明张老书记 跟亨达之主徐家的事来说 言说亨达就是在张维明时任江州之主时腾飞的 并且 昔日亨达的很多项目都是张维明给批的 由此扯上了亨达之所以会有 今时今日负债万亿的机会 绝对少不了张维明的功劳 在那些阴阳怪气的言论下 一些新闻媒体更是居心不良地 对此去进行隐晦的跟进 待到得知此事后 一怒之下的叶晨 直接发了一条微博 任何胆敢去造谣污蔑重伤前江州之主张维明张老书记的 就算倾家荡产 也要让其付出惨重代价 此微博一出 顿时那些恶意重伤张维明的言论 跟一些夹带私货的媒体内容 迅速消失不见 毕竟叶晨跟张维明的望年交 一直都不是什么秘密 更重要的是 叶晨不同于其他名人 其他名人或许只会恫吓一下 而叶晨内思 肯定会说到做到 就在江州 因张维明的与世长辞而纷纷哀悼时 中东西亚那边 历史几个月的新王储人选尘埃落定 过去排在第五顺位的继承人萨尔曼 正式加冕成了卡尔塔王室的新王储 此消息一出 迅速被华国这边同步到了华国互联网上 并且迅速在热搜上占了一席之地 一号别墅里 来电声响起 哈利 凯恩 叶哥 嗯 叶晨倾笑应声 叶哥 他刚得知景山爷爷走了 那头的哈利 凯恩沉重道 嗯 他老人家走得很安详 无疾而终 也算是一个好的轮回归宿了 叶晨应道 我想给景山打个电话 但不知道该怎么说 哈利 凯恩道 不用太刻意 想怎么说 就怎么说的了 叶晨道 行 好 听你的 叶晨稍作迟疑地问了句 你给我打电话 就为了说这事 也不完全是 哈利 凯恩善善一应 叶哥 萨尔曼已经顺利加冕 成为卡尔塔王室的新王储了 就在刚刚 已经被世界各地同步报到了 你知道此事了吗 他成功加冕卡尔塔王室的新王储 不早就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吗 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叶晨笑说道 我刚才给他打了祝贺电话 他说 计划在最快的时间内 进行首次出访 第一站出访就是华国 想让你做赔 嗯 因为你之前说过 他要是想对 以王储身份 对你进行访问 就等到腾龙集团挂牌成立后 再做访问 但碍于腾龙集团 还得好几个月才会挂牌成立 所以他就想先在首套出访华国时 让你来做赔 也想借此 向外界释放出他对华国 以及对你的态度所在 哈利 凯恩道 殊不知叶晨听到顿时乐了 是他让你给我打电话的 让你来试探一下我的态度如何 看会不会反对 他的这一计划想法 不得不说 叶晨这一刻的感觉很怪 是的 一种说不出的违和怪异 堂堂卡尔塔王室的新王储 想让自己这位东道主 进行作陪出访华国 还得来试探一下自己的态度如何 看自己会不会反对 说真的 违和之余 叶晨也有种啼笑皆非的感觉了 可 大致是这个意思 叶哥你看如何 不同于叶晨的违和怪异 啼笑皆非 对哈利 凯恩来说 这甚至是理应如此 因为若不是叶晨 萨尔曼别说成为王室新王储 怕是早就化作了一缕青烟 当然 或许这种恩情 不至于使得萨尔曼会如此这般 毕竟报恩的方式有很多种 绝不至于会让萨尔曼如此这般 但是 相比起叶晨那 如同上帝般的神通呈现 以及能力呈现 报答已经是其次了 更重要的是 得牢牢警记着 跟叶晨之间的这段友情 所以 哈利 凯恩是完全能够理解萨尔曼的 很简单 换作是他 也会如此 不等叶晨发话应答 哈利 凯恩再世道 叶哥 其实除此之外 萨尔曼还有另外一层意思的 基于腾龙半导体科技 跟美利坚官方之间的这场风波 他想向外界公然释放 对你的力挺态度 也许这不能改变美利坚 在这一事件上的后续手段跟态度 但最起码能够让美利坚的那些盟友 夺加斟酌斟酌 他征求过王氏的同意了 叶晨挑了挑眉 这个问题 我也问过他了 他的回答是 已经跟王氏有过交流了 而且 他只是让你做赔而已 并没有去对腾龙半导体科技进行走访 这也算是打个擦边球 让美利坚只能干瞪眼的擦边球 如此一来 美利坚也就没法 就此去大做文章 哈利 凯恩道 如果能够整得卡尔塔王氏的允许同意 那我不介意给他进行作陪 但我并不希望 他因此是跟卡尔塔王氏内部 闹出任何纷争矛盾 说到底 他也还是个王储而已 并且是刚刚加冕的新王储而已 远没到那种可以肆意而行的地步 叶晨道 叶哥你放心就好 他拎得轻的 得到叶晨的确切回答后 哈利 凯恩连声笑说 嗯 他那边要是真决定之后 再让他联系我 或者是联系华国官方 OK 还有别的是没 没 没了 不再多言 叶晨挂断了通话 然而才挂断哈利 凯恩的电话不久 乾隆游戏负责人徐英杰的电话 便打了过来 叶董 嗯 怎么 徐英杰直入正题 叶董 轮回争霸赛 即将要落幕了 闻言 叶晨破为意外 即将结束了 是啊 从昨天开始 炎黄战队 接连灭掉了多个国家的战队 不出意外 明天早上结束这场 持续了三个多月的全球赛 根据咱们后台的分析结论 炎黄战队 歼灭所有对手 成为冠军的概率 已经达到了87%以上 徐英杰情绪 有些振奋的快声道 这是好事啊 这样 咱们也能给华国轮回玩家 一个完美交代了 而不至于 让你我跟轮回 轮为广大华国网友口中 有损国威的罪人了 叶晨喝笑道 先前的言语间 虽然对于轮回争霸赛 即将结束感到意外 但对于炎黄战队 笑到最后 他是一点都不意外 是啊 所以我是跟你商量一下 咱们要不要顺势 直接推出轮回的端游版 趁着国内大众轮回 玩家对于全球赛的最终结果 感到振奋提气之际 这无疑对于轮回端游的推广 能起到一定的效果加成作用的 话口未完 在叶晨的骤然沉默中 徐英杰顿了顿声 但是 但是此季 正值张老书记试试的接骨眼 所以我拿不定主意 该不该在这种接骨眼中 让轮回成为被聚焦的存在 虽说轮回 全球赛的最终结果 也会成为焦点所在 但这跟推出轮回端游 毕竟是截然不同的性质所在 关于轮回推出端游 并且后续给广大玩家 提供电脑一试 在原本的计划中 是无缝衔接轮回全球赛的落幕的 意思也就是 全球赛一结束 立马趁着这个热度 无缝衔接地推出轮回端游 并且做出一系列 足够引爆全网的游戏内容更新 但眼下 正值前江州之主张维明的语事长辞 想到叶辰跟张维明的忘年交所在 徐英杰显然不敢去做那个决定了 暂时先不推出 等张老书记的事过去先 几乎是想都不想 叶辰直接摇头 将推出轮回端游的事 给按住延后了 不是担心 自己会再如此接骨眼 引发舆论层面的一些负面意义 纯粹是他跟张维明之间的关系 让他不可能做出如此决定来 哪怕说实际上 这两件事 压根就谈不上有任何的冲突 好 那咱就将推行端游的事 再往后演一演 并不意外叶辰的这个决定 连声点头硬霸 徐英杰又是道 对了叶董 还有个是 高丽玩家不服气 炎黄战队 在大乱斗副本中的表现 不服炎黄战队 不损一兵一卒的 全减了他们的太极虎战队 现在到底抗议乾隆游戏 给炎黄战队开后门支持 声称 如果没有乾隆游戏开后门支持 炎黄战队 绝不可能会表现得 如此无敌生命 为此 高丽服务器的玩家 要求咱们乾隆游戏 给他们高丽玩家一个交代 也给其他所有国家的玩家一个交代 并且还声称 如果乾隆游戏 不给他们一个交代 就霸玩轮回 这是在那些高丽玩家 以及高丽媒体的待节奏下 已经在外网上掀起了风波来 也使得很多质疑的声音相继而起 乍一听徐英杰这么一说 叶辰的嘴角不由抖了抖 这很符合他印象中的高丽棒子 两个字 无耻 他们想要交代 那就让他们去参考元朝之战 如果这个交代他们不满意 还继续喊着霸玩的口号 那就把高丽服务器给关了 爱玩不玩 不玩滚蛋